一百个混混在巷子里围堵任牙 对方人多势众以为这把吻了 谁知最后的场面是任牙一个人包围了一百个人 范玛任牙十三岁时就已经是当地最出名的不良少年 道上的小混混几乎都被他打过 为了报仇每个人手上都带了武器 带头的大混子北则为了保险起见 甚至把道上最能打的那腾叫拿 北则疯狂磕头给老大哥叠棒 殊不知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沙袋把 随后远处缓缓走来一个人影 范玛任牙单刀附会赶到现场 只见他纵身一跃就跳进了会场内部 脚下的步伐还出奇之快 冲着C位的打手飞奔而来 任牙一屁股坐在内藤脖子上 铁拳像雨点一样倾泻而出 内藤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转眼间就被对方的头锤彻底绝杀 不服气的北则拿出长刀指向任牙 谁料任牙直接把脖子伸了过来 有种你就摸我脖子 北则也被这不要命的气势吓到 痛斥一记段子绝孙腿后 对他来说人再多也无所谓 因为敌人最多只能包围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同一时间他只需要打四个人 但是别忘了小混混都带着武器 随着狗链一转任牙瞬间被拉下神坛 痛打落水狗简直太轻松了 一群人对着任牙无情践踏 好在任牙最后挣脱了束缚 一个人跑到铁栏门边背靠墙体作战 战斗从这时起局势大变 小混混凭借武器优势跟任牙一伤犯伤 几十个人围着任牙往死里打 眼看情况不对 躲在暗处的幕户警官终于出手了 锦绍顿时响撤全场 小混混见状立马踢通跑路 幕户走到任牙身边查看情况 却不料碰上了任牙的应激反应 要知道袭警可是一等一的大队 好在两人都是老乡时 幕户警官也没往深处追究 全场100个混混任牙干倒了37个 面对这样辉煌的战绩任牙还是非常不满意 他的目标可是成为像泳次郎一样的男人 随后幕户警官护送任牙回家 来到他附近发现墙壁上有一堆涂鸦 只怪任牙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 那都是小混混对任牙的咒骂和威胁 经过一晚的休息后 第二天任牙来到特训室测算运动数据 他的每一项运动指数都远超出终生乃至成年人的水平 按照任牙的天赋继续加强锻炼 教练有绝对的把握将其培养成一流的格斗家 而任牙想要的绝不止此 对他来说这种训练还是见效太慢 任牙的目标是成为地表最强而不是国内一流 随后任牙解雇了所有教练 从今以后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 与此同时利谷川和北泽相约在咖啡厅碰面 北泽需要金主爸爸结亲打架的尾款 而他对面的宿谷川就是雇主 谁能想到这场斗殴的幕后只使来自于任牙母亲 为了检验任牙的战斗力 他竟然花钱买胸的儿子 任牙一家真是母刺子孝 被打的北泽不服气想要多淘点赏钱 一时之间他竟然还出手威胁 而宿谷川也一点都不惯着 直接把热咖啡倒进北泽的裤裆了 烫得对方嗷嗷乱叫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宿谷川随手摘掉一管电灯泡抵在北泽面前 嚣张的小头目顿时吓得连连认错 为了给任牙物色新的对手 宿谷川特意拜访了一位黑道大佬 并在他口中得知了传奇少年花山勋的存在 15岁赤手空拳杀进黑道组织内部 凭借一人之力击败50人 随后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黑道大佬花山组二代目 宿谷川手上掰弯的硬币就是他的杰作 给教练组炒油鱼后任牙失去了训练方向 一个人躺在公园的场椅上思考人生 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要通过战斗提升实力 但他又能跟谁战斗了 期间任牙鬼使神差地偶遇了一位跑男 插肩而过的一瞬间任牙感受到了对方的气场 但还没来得及叫他人就跑远了 任牙凭借自己的感知来到了一个拳馆 今天的这场比赛是日本拳王优利对战泰国拳王迪梦 原本优利一直在被动挨打 谁知他的上勾拳一出手瞬间扭转军势 猛逼的迪诺吃了一整套连招 最后被优利的一发刺拳打出场外 胜负已定优利才是最后的赢家 任牙健壮立马来了兴趣 对着场边的沙包疯狂输出发泄自己的力量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拳王的主力 如果每一次被人打败都会奖励一个香蓝 或许泛马任牙这辈子都无法成为地表最强 画面来到最开始的拳击场 年轻气盛的任牙竟然当众挑战拳王优利 面对这种无名小辈的挑战 教练劝说优利千万不要自降身份跟他对打 而优利却想都不想直接接下了这场战斗 因为他家祖上是荆棘二族 一个马背上浴血奋战的民族 不管任何人向他发起挑战 优利通通来者不拒 随后助力给任牙戴上拳套 一场顶级擂台赛正式开始 优利没有任何留守的意思 简单说完开场白后快速出拳 仅仅是一波轰炸就把任牙打飞了出去 台下的观众想上来看看任牙的情况 却被优利警告战斗结束前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登上台后任牙终于明白 跟拳击相比打架简直太不入流了 在优利的重炮面前任牙毫无还手之力 一记上勾拳差点把自己打晕了 就在任牙即将摔倒之际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永次郎的身影 于是任牙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要做地表最强就绝不能轻易认输 既然正面对打没有优势 任牙迅速转变策略使用迂回战术 蹲下身子躲过优利一拳 脚下步伐快速闪动在优利的身边来回打转 就这样一颗不停的移动让人分不清方位 趁着优利还没反应过来 任牙纵身一跃跳到了优利的脖子上 紧接着一通王八拳疯狂输出 同样的招数用在内藤身上对方撑不过一个回合 而这位拳王却还是屹立不倒 看着任牙闪转腾挪的样子 优利想起了小时候在草原上的经历 当时也有一群野狼将他层层包围 他们凶猛迅速地架势跟任牙一模一样 而当时优利就是用铁拳打出了一条生路 既然过去他能做到 换做今天优利依旧可以做到 优利干脆闭上眼睛等待任牙出手 这一次袭击的位置来自背后 优利转头的同时随即一拳轰出 空手突然变直拳为勾手 请客间任牙就被按在地上狠狠抱锤 最终的胜利属于拳王优利 这是任牙第一次被人一对一KO 他瞪大的眼睛表示不敢相信 过了大半天任牙这才缓过神来 在拳馆学员的搀扶下他重新站起身子 这时拳王优利早就已经走了 他甚至不在乎任牙是谁 不争气的小珍珠齐刷刷地掉了下来 13岁的任牙彻底破防了 任牙气冲冲地回到家里 没成小幕户先生就在门口等他 好心的警官准备帮任牙调查一下涂鸦事件 结果却意外吃到一个惊天大话 东京第一富婆江珠亲了任牙一口 并且她还是任牙的亲生母亲 本以为任牙只是一个爱打架的不良少年 谁能想到她还是地主家的儿子 任牙在厨房炒了一晚上的大米 第二天一早收拾起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出门 家里的锅碗瓢盆和干粮筒筒带走 为了全方位的提升自己的力量和速度 任牙决定前往深山闭关修行 与此同时利谷川跟随黑帮成员来到花山组的根据地 今天这里有一场黑道界的一对一决斗 花山勋就是出场的主角之一 所有人都说花山勋是黑道界的打架专家 在这里利谷川能够亲眼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规则原本是两个帮派内部各派一个人进行决斗 谁料对方不讲规矩专门请了职业拳击手 而且还不由分说地讲起歪理 花山勋则表示无所谓我会出手 一米九的大块头看起来像一座大山 光是威压就让人喘不上气 花山勋淡定地脱掉西装后一脚揣在对方脸上 你蹬鼻子上脸就别怪我蹬你鼻子 这叠扑克牌在花山勋手中像是豆腐一样 轻轻一掰就捏下来了一部分 此时职业选手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双手握拳直接冲到了花山勋面前 对着花山勋披头盖面就是一通输出 面对敌人凌厉的攻势 花山勋竟然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 因为这只是在触发他的被动技能而已 怒气攒满后花山勋的铁拳立马还以颜色 他甚至还不想让对手飞出去 下意识抓住对方的手臂再补一个生龙拳 男人一飞冲天砸爆了天花板的灭火喷头 漫天水花终于把他自省了 肃骨川对花山勋的表现非常满意 这才是他要找的人 于是战斗结束后立马找上花山勋约架 对手是13岁的任牙 听到这话二当家当场几眼了 反手把小刀抵在肃骨川身上示意他别乱说话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跟花山勋战斗的 面对来自黑社会的威胁 老当一壮的肃骨川一勒脖子就把二当家压在身下 随后洋洋洒洒讲起任牙的辉煌战绩 15岁的花山勋不是普通人 那么13岁的任牙也可以很巧 可是花山勋还是不感兴趣 最后肃骨川不得已搬出了范马勇次郎的名号 如果对方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儿子 这样的话他有资格跟你打吗 壮汉把火药粉全部倒在伤口上 随后硬着头皮用打火机将其点燃 这么做的唯一好处就是止血消毒 紧接着空气中飘来了烤肉的香气 壮汉的身体也痛得抽搐起来 如果他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话 或许当天晚上就得死在这里 任牙背着一身行囊走进深山老林 终于在大山深处看到了一间小木屋 到达目的地后任牙直接泪趴下了 这一口大气还没闯过来 转眼间就被一个大汉徒手拎了起来 任牙看到面前的猛男没有半点害怕 因为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安藤大叔 在任牙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 安藤独自搬到了深山居住 从此就在这里修行锻炼 任牙看到有亲人在身边 心里的不安顿时一扫空 放下行李倒头就睡 到了晚上安藤用一盆生熊肉热情招待饭马任牙 在这片大森林里安藤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顶段 哪怕是黑熊都得成为他的食物 至此任牙终于说出了自己上山的原因 他要闭关修行成为世界一流的强者 前不久他输给了拳王优历 以后他要自己把脸面震回来 在安藤看来变强非常容易 无非就是比谁吃的更多锻炼的更多 于是第二天任牙就开始魔鬼特训 对着沙带一刻不停的疯狂输出 但转念一想这跟在家训练又有什么区别呢 随后任牙主动请鹰表示要去夜叉炎扎营 听到这话安藤也是一阵头皮发麻 要知道那可是夜叉炎的地盘 就连安藤也不敢去找那头畜生的麻烦 可惜出生牛独不怕 既然投铁的任牙坚持要去 安藤也只能给予最大的支持 于是他把家里珍藏的大斧头送给任牙护身 并且嘱咐任牙千万不要跟夜叉炎硬钢 只有勇次郎那个级别才有实力击败他 安藤的这句话直接把任牙忍毫了 这是瞧不起谁呢 既然勇次郎能打赢夜叉炎 那他也一定能打赢 任牙年少轻狂执意要跟夜叉炎干一场 殊不知自己的狂妄差点把安藤大叔送进火葬场 来到夜叉炎后任牙直接把营地扎在了洞穴门口 心里越是紧张就越要打拳撞板 没成想夜叉炎真的来了 看到这巨大的怪物出现在自己身后 电牙吓得都不敢出招 幸亏安藤大叔一直在暗中保护 背后甩出一把大斧子吸引夜叉炎的注意 随后拎着斧头上前冲杀 这一下劈下来应该威力不小 怎料夜叉炎直接用嘴接了下来 而且还把大斧头咬成了两端 安藤索性握紧拳头跟夜叉炎硬拼 可是等待他的惊世怪物的滔天大嘴 莫非杰克是从这里学的咬到 安藤拼命反抗拔出一只血淋淋的拳头 趁此机会任牙背后偷袭想要制裁夜叉炎 结果一击不成被夜叉炎反打一套 这怪物简直是强得不像话 任牙抬头一看发现情况不妙 夜叉炎的双手正抓着安藤的肚皮紧紧不放 随着刺拉一道声音响起 任牙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安藤大叔给坑了 他集中生智拿起煤灯砸到夜叉炎背上 然后用汽油桶助长火势 谁能想到任牙的这手遭操作真把怪物吓跑了 深夜他扛着安藤大叔回到小木屋 为了消毒直接把一瓶烈酒全部喷在安藤身上 安藤表示着没有什么卵用 反手在伤口上做了一道烟熏肉 任牙按下求救按钮来到木屋门外等待 手持一根烟熏给护灵员定位 直升机盘旋而过终于发现了任牙所在的位置 没过多久安藤大叔成功转移 但这还是难以掩饰任牙心中的愧疚 如果不是自己作死 安藤大叔也就不会受伤 任牙只能化悲愤为动力吃更多的饭 一直吃到肚皮溜圆 因为只有吃得快才能长得快 吃完后立马加倍训练 只为突破身体里的那道界限 据说人的脑子能分泌一种名叫脑肥的物质 它能帮人减轻痛苦甚至提供快感 但是这种物质只有在极限运动时才有可能分泌 所以任牙拼命运动让身体到达极限 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任牙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奇妙的感觉 只需体验一次就能让人彻底上瘾 为了让这种快感发挥到极致 任牙开发出了更刺激的玩法 那就是不做任何防护直接从悬崖跳下去 你听说过跳崖的训练方式吗 为了变强任牙已经走火入魔了 这一跳要么浑身摔个稀巴烂 要么就彻底激活身体里的脑肺 任牙别无选择 仰着头在几百米高的峡谷飞速下坠 降落到中段的时候 还被凸起的峭壁磕了几下 就算是这样任牙也只受了一点点皮外伤 眼看自己离谷底越来越近 任牙的意识逐渐陷入混沌之中 各种记忆碎片像走马灯一样从脑子里闪过 你相信光吗 反正在这一刻任牙醒了 下一秒 时间的流速好像变慢了 任牙在空中闪转藤魔 踩着悬崖峭壁到处接力 原本这是一个必死的局面 而任牙硬是把这当成了户外跳水 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 然后爬到岸上大口喘着粗气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 任牙仰天长啸非常激动 这说明体内的脑肺被彻底激活了 接下来到了清算旧账的环节 当天晚上任牙直奔夜叉元的洞穴 为了防止对方中途逃跑 任牙提前在洞口周围撒下汽油 等到怪物出现之后一把火点燃战场 在这个决斗圈内没有投降的可能 今晚他们之间只会拼个你死我活 随后任牙主动发起攻势 纵身一跃跳到夜叉元背上 一指缠神弓对着怪物的眼睛打 显然夜叉元也被这手操作打懵了 无奈又吃了任牙一整套联机 从上勾拳到飞身踢没有丝毫办法 任牙一出场就交了大招 可惜结果却在他的意料之外 表面上看夜叉元的重心确实有些厚仰 实际上他的底盘还是稳得一批 反手一抓身像被打瞎的眼睛 夜叉元活生生把眼珠子挖掉塞进嘴里 对自己都能这么狠 如此凶残的怪物任牙还是第一次见到 接下来就到了夜叉元的反打环节 五百斤重的肉身一屁股压到任牙背上 然后按着对方的脑门疯狂输出 谁能想到这还是一只极其灵活的怪物 凌空翻跟头对他来说非常轻松 这一脚中他差点把任牙踩扁了 夜叉元顺势抓住空中的任牙 当你以为他要手撕任牙的时候 夜叉元偏偏一口咬在了任牙的肩膀上 任牙痛得左脚直抽筋 没成想尽意外发现了夜叉元的弱点 一招段子绝孙腿踢在对方的当下 眼看效果不错就连着多踹几脚 夜叉元的蛋蛋都要碎了 就这样 任牙死里逃生保住一条小命 可惜双方在蹲位上的差距过大 无论任牙怎么攻击都打不穿怪物的肌肉 而他的皮肤却被夜叉元轻易地刺开 这回任牙终于学聪明了 汇集全身之力猛攻夜叉元的下三路 把怪物打倒之后甚至还骑了上去 一顿输出猛路 一看伤害0.5 如果说之前夜叉元还在保留实力的话 这回他是真的认真了 拎起任牙就是一个爆摔 然后像抓小鸡仔一样随意蹂躏 趁着任牙还没划过神来 夜叉元的野蛮冲撞已经来到身前 这冲击力差点把洞穴都震塌了 此时的任牙就只剩下最后的半口气 想爬却又爬不起来 战况陷入一边倒的局面 夜叉元几乎是在单方面的碾压任牙 等到他完够了以后 反手抓住任牙的嘴巴准备撬开他的脑袋 任牙死到临头半只脚踏入阎王殿 这时体内的脑肥终于激活了 痛感减弱身体机能全方位加强 任牙随手一抹当场抓花了夜叉元的脸 两极反转后任牙想要乘胜追击 好巧不巧这时候一发子弹乱入战局 安藤先生举着一把猎枪严阵以待 经过治疗他已经完全康复 可是这时候来支援也太晚了 任牙对着安藤大声怒吼 这一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无论如何任牙都要血拼到底 只见一位少年和一头巨猿 开始赤手空拳的对轰起来 在脑飞的强力增幅下任牙 跟怪物打得不相上下 但即使是这样还是分不出最后的赢家 任牙干脆站着不动任由夜叉元攻击 等他出手的瞬间伺机而动 终于在硬扛两爪之后任牙找到了机会 任牙看着夜叉元倒在自己面前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不料就在几秒之后 这个怪物居然又站了起来 他也没有做出多余的动作 只是淡定地看了任牙一眼就转身离开 这个反应既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 任牙反倒有些迷惑 或许夜叉元只是想在森林中好好的生活 是他打破了森林的安宁 在这一瞬间输赢好像不再重要了 因为任牙已经从战斗中获得了礼物 第二天他带着一件礼物拜访夜叉元 爬进洞穴后发现里面有许多巨猿的骸骨 原来这个种族已经与人类无限接近 大自然真是无比奇妙 见到夜叉元后 任牙取出包裹中的礼物 作为交换 夜叉元送给任牙一颗牙齿 这是他和任牙大战时被打断的那颗 任牙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意味着他的实力得到了夜叉元的认可 而他也将结束闭关返回东京 握力无双的花山究竟有多强 面对拳王优利的攻击不躲不闪 而是反手抓住对方的手臂 随后用力一捏 就在刚刚 花山来找任牙战斗 可等了许久发现任牙都没有回来 于是他只能遗憾离开 但没想到花山刚走 任牙就背着行李回来了 二人就这样完美擦肩而过 突然任牙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 回头一看原来是利古川 他带任牙来到江珠的豪宅 母子久别重逢 江珠明显感觉到任牙便不一样 他的肌肉比以前更加健硕 在二人说话期间 擂台上的战斗终于开始了 台上的优利轻松躲开对方的攻击 随后一拳直接将7KL 在中量级称霸的优利并不满足于此 比赛刚结束没多久 他便宣布要夺下重量级拳王的宝座 两个月内这家伙的体重成功增加了15公斤 江珠询问儿子有什么看法 可任牙却说优利进步太慢了 在自己的印象中 对方的速度应该比这快上5倍 听到这话 江珠当即安排了下去 随后利古川找到了优利 箱子里是一日元 只要优利愿意与任牙对战 那这些钱就都是他的 但优利并不会被利益所吸引 他生平的愿望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荆棘耳族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民族 利古川淡定的擦了擦眼镜 嘲讽优利根本没见过世面 区区一个拳击界的世界冠军 他们才不会承认对方是地本最强 优利以为利古川在浪费他的时间 于是他转头就离开了 见状利古川只能先来找花山 花山并不在乎自己与任牙的战斗 只要能见到范马永次郎 那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利古川让花山放心 当他打倒任牙的时候 永次郎就一定会出现 因为范马一族对战斗的渴望优先于一切 听到这话花山终于放下了心 勾起嘴角仿佛是有了什么打算 到了第二天 优利的教练组又给他找了一波陪练 没想到这时任牙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优利以为对方是来跟自己比赛的 可没想到任牙却表示 运动与格斗技完全不同 拳击并不是格斗技 旁边的一个陪练看不下去 当场就给任牙表演了个绝活 他用力一拳将100公斤的水袋打到天花板上 看到这一幕 任牙也缓缓走到了水袋前 随后开始原地蓄力 一记手刀直接把水袋割破 任牙转头给众人解释 你们戴上拳套之后 失去了踢法 扭法 投掷法 以及摔法 所以拳击才不够资格配得上是格斗技 很快便到了晚上 万众瞩目的重量级拳王挑战赛即将开始 但此时的优利脑海里还一直回想着任牙白天的话 到底自己够不够资格 今天优利就要证明给任牙看 没想到在通道内 他们被好几名标型大汉劫持 为首的正是一身西装的花山勋 与此同时 擂台中央的重量级拳王已经登场 他拿着拳王腰带在向观众宣示自己的强大 看台上优利的妹妹也前来观赛 妹妹坚信哥哥能获胜 毕竟之前被狼群围攻时 哥哥都能游刃有余将其击退 画面回到优利这边 双方对峙产生的战役扭曲了空间 花山摘下眼镜开始扭伸蓄力 这一拳被对方轻松躲了过去 并且优利立刻发起了反击 但花山不躲不闪 就在原地硬扛对方的铁拳 随后抓准十几一拳挥出将墙壁打破 优利震惊花山的怪力 可让自己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再次挥拳猛击花山的面部 结果却不小心被对方握住了手臂 优利想挣脱却无济于事 只见花山双手用力一握 瞬间手臂就响起了爆裂声 虽然废了一条手臂 但优利并没有放弃 以仅有的武器战斗到最后一秒 这才是荆棘尔战士的作风 花山的这一拳将优利直接打趴 意识都逐渐开始模糊 就在此时他回想起了被爷爷训练时的场景 他不想输给任何人 爷爷来到优利身前告诉他 荆棘尔战士是不会输的 被打败并不代表真正的败北 所谓真正的败北指的是一直消沉 如果一直坚定的话 即使是成吉思汗来了 也无法把胜利从你手上夺走 想到这里 优利从地上站了起来 把现场想象成自己的主场草原 花山见优利没有选择认输 于是便再次冲了上去 一拳直接将对方砸进了墙里 这次优利真的再也起不来了 教练赶忙联系急救人员 将优利送往医院治疗 看到这一幕 利古川瞬间就猜到了是花山干的 他想快点和任牙战斗 从而见到范马勇次郎 据说手臂只要被花山抓住 在听到一声爆裂声后 手臂就会立马爆开 任牙起身伸了个懒腰 表示自己要回去休息了 可实际上他则是来到了花山组 顶着一堆人硬冲了进来 任牙闪转腾挪来到花山面前 一脚就将桌子踢出了大楼 任牙单枪匹马闯入花山组总部 只为与花山勋一绝高下 见状花山站起身摘下眼镜 可任牙这货根本不讲武德 飞身一脚狠狠踢向花山头部 遭此重击 花山也不得不开始重视对手 就在二人即将开打的时候 楼下突然警笛声大佐 没想到警察赶了过来 虽然憋了一肚子火 但是花山只能先放任牙离开 他心中暗暗发誓 下次一定抱着一脚之仇 走出大楼的任牙发现了车内的利骨川 回去使他不禁胆叹 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强的人 刚才自己踢完花山后 脚一直在抖个肚体 而此时的花山正在找东西泄粉 只见他来到自己的豪车前 因为花山之前从来都没有被击倒过 但任牙却打破了他的神话 花山惊人的握力竟然能把轮胎轻松撕开 一旁的幕户警官都不禁产生了敬佩之情 与此同时 被花山捏爆手臂的优利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就连做梦都是与花山战斗的场景 这时优利的老板走了进来 不由分说就给优利一顿臭骂 妮娜想为哥哥辩解 结果老板却打起了他的主意 想让妮娜替优利赚钱 但下一秒任牙突然出现 随后抓着老板的耳朵 一脚就将其踢了出去 优利向任牙表达了感谢 并表示自己以后恐怕没办法再打拳击了 因为他的手筋已经断了 听到这话 任牙决定去和花山打一场 顺便替优利报个仇 而另一边 花山带着玫瑰花钱去看望母亲 没想到才15岁的花山 母亲竟然如此苍老 看着年迈的母亲 花山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 他想起母亲曾经最喜欢玫瑰味的香水 于是便用手紧握玫瑰 将挤出的汁水抹在了母亲的脸颊 希望他老得再慢一点 等花山走出母亲的府邸 他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到了黄昏时分 任牙告别优利打算离开 临走时优利想告诉任牙一些关于花山的事情 但任牙却打断了他 因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蜕变 现在只要想到要和花山干假 身体就兴奋的不停颤抖 此时利谷穿向江珠汇报 花山勋已经消失三天了 就连那帮小弟都不知道他的行踪 任牙每日还是照常前往学校 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 他都能感知到花山的气息 对方正在找合适的机会对自己下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人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打架和比赛的性质完全不同 在人多的地方战斗那绝对会很热闹 观众也是越多越好 突然花山出现在任牙的身后 一记重拳就将任牙打飞 可这并没有让任牙退缩 他走到花山面前摆好战斗姿态 但没想到对方比叶差缘还要强大 任牙被打倒在第五法动态 这还没有完 花山抓住任牙的衣服将其拎起 拳头如同雨点一样打在任牙的脸上 可任牙这时对着花山轻蔑一笑 见状花山怒气直飙升 对任牙就开始吓死手 不把对方打死坚决不会罢休 任牙毫无反击的机会 只能用手护住头部 花山抓住机会一记上勾拳将任牙打趴 紧接着又补了一记大脚 任牙被踢飞了十多米 等他缓过神来 花山已经举起音响狠狠砸下 看着两人打架 路人根本不敢上前阻拦 花山拎着任牙来到窗边 下一秒竟直接将其扔了出去 众人以为战斗彻底结束 可任牙怎么会被如此轻易打败 他顺着音响线爬了上来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要开始 说吧任牙便脱掉衣服 准备豁出性命去战斗 只见他原地抱起踢向花山 可这一脚对花山来说只是刮杀 他趁机用大手抓住了任牙手 看情况不妙 任牙手脚并用挣脱了束缚 刚一落地 花山的攻击就到了他近前 虽然花山的力量很大 但他的速度却远没有任牙快 所以攻击根本碰不到对方 只能单方面挨打 任牙的直拳打中了花山人中 随后越起又是一套连续踢机 花山被狠狠踢飞了出去 面对拿出真正实力的任牙 他终于认真了起来 脱掉爱事的衣服和鞋子后 背上的侠颗粒瞬间变成了全场焦点 什么才是真正的硬汉 手指被打断根本丝毫不慌 花山面无表情地将其接上 随后继续与任牙进行战斗 就在刚刚 任牙与花山的战斗正式打响 被击飞的花山终于拿出了全部实力 只见他脱掉衣服 露出了背后的侠颗粒 这是花山家族代代相传的刺青 当时刺青完成的时候 花山认为他还没有真正完成 这还要从侠颗粒的邮览说起 缘和二年 一个旅人在花山家借宿 结果当晚山贼来袭 将花山家族上下杀了个干净 旅人用庙中把幸存的迷迹背在身后 就算死亡也依旧站在原地亏然不动 正是因为此人的仗义相助 花山家族才逃过了灭门危机 所以后来迷及决定 把救命恩人的样貌 刺在每一任家主背后 而花山认为他没有沐浴过鲜血 于是便趁月黑风高 直接闯进杀害父亲的仇人地盘 单枪匹马将对方团灭 等木齐带人赶到时 真正的侠颗粒已经制作完成 画面回到与任牙的战斗 面对任牙猛烈的攻击 花山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他趁任牙没有防备 突然出手握住了任牙的手臂 用怪力将其捏的青筋抱起 只听见砰的一声 任牙的手臂如同气球一般爆裂开来 吃痛的任牙赶忙使用踢紧 这才拉开与花山的距离 与此同时 一架直升机正从航母上起飞 上面坐着的正是那个地表最强男人 任牙处理完手臂的伤口 他发现自己的手指还能活动 这证明手臂的神经还没有断 面对花山的攻击 任牙暂时只能被动防守 可最终腹部还是被花山一脚踢中 现在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 任牙被花山打得节节败退 站在原地不断喘着粗气 眼看这么久都解决不掉对手 花山彻底怒了 他蓄力一拳砸向地面 随后竟直接把地板掀了起来 将任牙甩飞后 花山再次握住任牙的手臂 打算故技重施 可没想到任牙下意识旋转手臂 借着惯性给花山来了一个过肩衰 在场所有人全都懵了 任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件事连任牙自己都没搞清楚 在大庭广众下出巢 花山恼羞成怒起身向任牙发起攻击 抓住了对方的另一条手臂 就在花山将力量汇聚在双手之时 任牙快步上前打乱了花山的计划 顺势再次用过肩衰放倒了花山 这是任牙身体依靠本能做出的动作 趁花山还没起身 任牙抬脚又是一波猛烈的攻势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任牙的攻击 花山竟突然笑了出来 在用拳头挡下了任牙的攻击后 花山终于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 双手握拳第一次摆出架势 无论任牙如何移动 花山都紧追不舍 随时都准备给任牙致命一击 任牙被逼到角落已经无路可退 这一次交锋双方一定会分出高下 在花山十岁的时候 木齐曾经进过他的房间 里面满地都是被压扁的果汁空灌 就连门把手都严重扭曲变形 花山转身蓄力后 狠狠一拳砸在任牙的面目 恐怖的力量将墙壁都打出了一个大坑 紧接着花山又是一拳 任牙被打得当场跪地不起 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花山拎起任牙又是一拳 这次任牙可真是再也没有了声响 就在众人以为胜负已分时 任牙近奇迹般地恢复了意识 他不断拿头磕地让自己彻底清醒 准备离去的花山也停下了脚步 看来这场战斗还没有分出高下 花山转身握拳再次朝任牙冲拳 可没想到任牙竟打算挥拳应接 任牙这家伙竟然耍小技末 用拳头将花山的小手指打断了 但作为任牙中最硬汉的男人 花山直接用另一只手将手指掰了回来 随后二人再次对拳 花山的手指每一次都被任牙打断 而花山总会将其重新掰好 这点疼痛对强者来说并不算什么 更何况花山也不是没脑子的人 这次他故意错过任牙的拳头 用另一只手发动气息 但没想到任牙竟然用受伤的手臂接了下来 眼看胜利的天平向自己倾斜 任牙不禁喜上眉梢 可下一秒他就被花山一拳相近了墙里 任牙被打得倒地不起 而对面的花山同样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就在众人以为战斗彻底结束时 任牙竟再次站了起来 随后一步步地朝花山走去 看花山满脸疑惑 任牙突然从口中吐出了什么东西 原来他为了不让自己昏倒 一直靠着玻璃碎片提神 花山看着面前的少年 终于承认这场战斗是任牙赢了 这场精彩的战斗 让周围的人群不禁为二人鼓掌喝彩 利古川掏出手机打算给夫人报喜 可江珠却根本没有接电话 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全在天上 他知道那个男人要回来了 人类竟然能徒手干掉凶猛的白熊 达成如此成就的正式面前的这个男人 眼看巨熊抬起力爪 他却无所畏惧地冲了上去 白熊的巨长拍向永次郎 没想到面对这样的攻击 永次郎竟轻松将其挡下 随后反手一拳中击白熊腹部 白熊吃痛趴倒在地 可身为雪地的守护神 他绝不会向人类低头 于是再次起身与永次郎大战 但没过几个回合 永次郎就动用了真本事 肌肉撑破上衣露出了传说中的鬼背 最后一拳将白熊打得心脏停止了跳动 永次郎背后的肌肉如同恶魔一般 而且还在猙獰地笑着 此时永次郎乘坐飞机来到了大楼上空 只见他纵身一跃 没有任何防护就从千米的高空跳下 随后甩出手中的钩锁 精准缠绕在了房顶的横梁上 宛如蜘蛛侠一般来到了花山和任牙的战斗现场 众人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全都惊呆了 永次郎一步步地走向瘫倒在地的二人 他表示这场战斗好像才刚刚开始 怎么这才一点擦伤就受不了了 但任牙却说已经够了 双方已经竭尽全力战斗了 听到这话的永次郎大笑出声 任牙实在是太过天真了 这场所谓的战斗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小孩子打闹而已 一旁的花山听到这话瞬间清津暴起 他起身想和永次郎打一架 而永次郎也正求之不得 与此同时 江珠依然助力在窗边 他看着手指上的戒指陷入了回忆 多年前 江珠本是嫁给一个富豪的新娘子 对方为他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各界大佬纷纷到场祝贺 江珠对此十分感动 感觉自己嫁对了人 这时台上的表演开始了 双方分别是重量级拳王和柔道家 这场战斗仅仅13秒就结束了 最终以柔道家的胜利而告终 突然江珠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他想寻找这道目光的主人 角落里的一个红发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男人就是永次郎 江珠瞬间心跳加速 仿佛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爱情 富豪见状勃然大怒 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随后走到永次郎面前 不由分说就把一盘浓汤扔到永次郎的身上 见状江珠想上前制止富豪的行为 可没想到下一秒 永次郎竟直接吻上了他的唇 富豪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拿起餐刀就要弄死永次郎 永次郎纵身一跃用皮鞋化解了危机 顺便跳上擂台解开上瘾 露出了自己健硕的肌肉 柔道家想把永次郎踩在脚下 以此让他名声大噪 可结局却出乎众人的意料 面对柔道家的攻击 永次郎只一脚就将其直接秒杀 台下的江珠看着永次郎不禁浑身发抖 不知是害怕还是兴奋 回到家的富豪气急败坏 浑身野性的永次郎 已经把江珠的魂都勾走了 就在他准备打他出气时 永次郎突然出现在了富豪身后 看到这一幕 富豪被吓得当即拿起电话向外呼救 但他不知道的是 别墅周围的保镖早就全部被永次郎轻松解决 永次郎一步步地走向江珠 见到他的第一眼自己就明白了 江珠比任何人都喜欢看到流血 只要见到人被伤害 见他 然后全身爆裂 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就会让江珠兴奋无比 就在这时 富豪拿枪顶在了永次郎脑后 威胁他赶紧滚出去 可永次郎直接反手掐住了富豪的脖子 富豪直接圆壁去世 看到这一幕 江珠竟然露出了笑脸 果然他就是永次郎要找的女人 永次郎要和他深入交流 把自己优秀的基因传下去 那一晚过后 江珠继承了富豪的全部财产 肚子里也怀上了永次郎的孩子 画面回到任牙这边 花山率先出手攻向永次郎 可永次郎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一个扫堂腿直接踢到花山的小腿上 花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永次郎上前抓起花山的脑袋 趁对方没有防备 花山果断出手握住永次郎的手臂 想用自己无双的握肌将其捏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花山引以为傲的握力 竟无法撼动永次郎的肌肉 在单手将花山甩飞后 永次郎再次走上前 要求花山继续与自己战斗 看着实力恐怖如斯的永次郎 花山的双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双方的实力相差实在太多了 永次郎一脚将对方踢飞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笑声让任牙不寒而立 不禁想起了曾经自己被永次郎训练时的痛 他上前准备阻止永次郎 可结果却被一巴掌扇飞 花山不想认输 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下一秒 永次郎用手握住了花山的下巴 随后永次郎一拳打向花山的面 直接将对方打得失去了意识 又轻松赢下了一场无聊的战斗 永次郎感到十分无趣 于是他找到了江珠 然而刚见到永次郎 江珠就对他拳打脚踢 不停宣泄自己心中的爱意 但永次郎却一把推开了他 只因江珠并没有按照自己的画作 现在的任牙实力太弱了 江珠也十分委屈 自己已经用最一流的教练和设施训练任牙 这难道不是最适合他的教育吗 听到这话永次郎终于明白 靠江珠一个人是没办法让任牙变强了 于是他决定今后由自己来教育 永次郎转头就打算离开 可江珠却怒火中烧 抄起地上的水果刀就向永次郎冲去 没想到对方竟然用双指便轻松接了下来 永次郎喜欢的就是江珠的这个眼神 原来永次郎还爱着他 江珠脸上顿时就洋溢起了笑容 永次郎向任牙约战 一个月后他将检验儿子的训练成果 为了激怒任牙 永次郎竟然将夜叉元的头颅送给对方到礼物 在这一刻 任牙对父亲的仰慕变成了愤怒 就在刚刚 任牙与花山的大战落下了帷幕 江珠听到花山被永次郎一招秒杀 顿时开心地大笑起来 果然自己的男人还是这么强 他告诉任牙 永次郎就是你以后的目标 就算对手受伤了也不能手下留情 只要有人来挑战 哪怕是婴儿都不能心软 听到这话 任牙的表情忽然有些民众 之前与花山的战斗凄惨无比 谁都有可能因此丧死 通过那场战斗 任牙发现自己与花山之间存在着一种友谊 在和优历或者夜叉元的战斗中 他同样感受到了那种感觉 虽然现在任牙只有13岁 但对父亲永次郎的憧憬 让他的力量得以全部发挥出来 最后任牙才发现 他所追求的最强就在那种情谊里面 可答案却和永次郎的完全不同 江珠听到这话瞬间愣住 随后掐灭了手中的烟 他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封信 这是花山寄给任牙的 信的内容只有四个大字 任牙当即就冲出房间去找花山 一路不停地奔跑 最终总算来到了花山所在的医院 花山被永次郎打得全身缠满了绷带 但他并不后悔 能挑战地表最强一直是花山的愿望 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愿望 那就是让任牙变强 只见他握紧双拳 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给花山看 与此同时 永次郎来到了森林深处 他竟然出手干掉了夜叉园 理由就是这家伙根本没能让任牙变强 此后的日子里任牙一直保持高强度的训练 在学校的操场内不断奔跑 单手引体向上对于他简直是轻轻松松 俯卧撑也从双手支撑变成了只用一根手指支撑 他甚至让小鸟在手臂上起飞 这是培养反射神经的一种训练 在小鸟准备飞起之际 他们都会先跳跃之后再展示 而任牙就是在小鸟开始跳跃的时候 瞬间把手臂微微放下 以此来完全封住小鸟的展示动作 如果没有过人的集中力以及优秀的反射神经 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就在任牙正在努力训练时 突然乌鸦群盘旋在他的上空 任牙回头才发现 自己的父亲犯马永次郎来了 永次郎嘲讽任牙做的这些训练都太落后了 看着面前的男人 任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心脏开始加速跳动 全身上下都在不自觉地颤抖 永次郎提议他们在一个月后来场战斗 他想看看儿子这13年的训练成果能不能让自己满意 临走之前永次郎送了任牙一个礼物 打开一看 箱子里竟然是夜叉元的头颅 通过那一战二者已经成为了朋友 但是永次郎竟然杀死了他 这下任牙彻底破防了 冲上前就想为好友报仇 任牙的攻击被永次郎轻松躲过 随即他看着夜叉元的尸体崩溃大哭 但永次郎却一脸淡然 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让任牙愤怒 要不然一个月后的战斗岂不是太过无聊了 话音刚落 永次郎就一脚将任牙踢翻在地 等任牙再次起身 面前的永次郎早就不见了踪影 剩下的只有被乌鸦不断啃食的夜叉元尸体 到了黄昏时分 任牙坐在河边独自发呆 看着手里夜叉元的牙齿 他又回想起了自己与夜叉元的点点滴滴 现在他们一家全都被永次郎杀死 只留下了这些不会消失的牙齿 突然任牙把牙齿全部塞入口中 并且将它们嚼碎咽了下去 他发誓自己一定要打倒永次郎 这时史崔灯找到了任牙 他听说任牙将要和永次郎对决 可目前二者的实力差距宛如狮子和兔子 永次郎之所以那么强 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自负心 也就是绝对不容许在这地上 有任何人比自己还要强 这种强韧的意志 让众多顶尖高手都不得不扶手在他脚下 为了贯彻这种自我主张 永次郎去了许多危险地方磨练自己 最后他来到了战场 中东 非洲以及东欧 永次郎让他的格斗技达到了巅峰 听到这番话 任牙当即便请求史崔灯 带自己去那几个最危险的区域 看任牙如此认真 史崔灯没有多说什么 下一秒直接从怀中掏出匕首扔向任牙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任牙轻松就将其接了下来 随后史崔灯准备带任牙前往北海道 那里的环境不比永次郎经历过的修罗长长 因为那里有五个神秘的人 他们作为假想敌帮助军方训练 只要不出人命 毁坏多少战车或者打伤士兵都没有关系 一个机甲科师团的士兵都被他们徒手击捆 到最后甚至都不知道这五人的面貌 史崔灯决定让任牙前往原始森林 如果败在那五个人的手下 那么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堪比战争的生死对决 有一个人和永次郎一样不可战胜 他拥有的战场杀人计堪称地表最强 这个人就在北海道的五人之中 连军方都拿他们没办法 此时不知情的任牙 已经跟着史崔灯坐上了直升机 老家伙一声令下任牙直接跳下直升机 关键时刻降落伞及时开启 任牙没有成为那个百里挑一的倒霉弹 而他的下坠速度简直快的离谱 落地时任牙连滚带爬这才没有摔伤 下一秒空空荡荡的大森林让任牙傻眼了 五个人藏在这里谁能找得到 即使手里有地图也是一点都看不懂 上面只有一堆密密麻麻的线条 就在任牙迷惑之际 身后的大树突然炸裂开来 紧接着一对强健有力的手臂死死卡住任牙的脖子 刚落地就遭到了夺命绞紧 任牙白眼一番当场昏死过去 随后几个伏地魔全都跳了出来 整整齐齐五个大汉一起围住任牙 他们就是任牙要找的人 装死的任牙突然抱起准备施展托马斯回旋梯 没成想一阵烟雾迅速扩散 任牙反倒被对方一脚踹飞了 高浓度的辣椒喷雾痛的任牙原地打滚 无奈他已经看到了敌人的模样 为首的壮汉拎起麻绳给任牙五花大棒 剩下杀人灭口的事情就交给其他人 锋利的匕首轻轻一擦就割破了任牙的皮肤 男人还想更进一步 可是身后的兄弟连忙叫停 或许任牙还有别的帮手 留着他会有更大的价值 殊不知就是这一个决定害惨了所有人 等到头金男晚上来巡视的时候 任牙已经挣脱绳索消失了 而头金男打死都不会想到 这个少年不仅没跑 而且还模仿他们做了一层假树皮 出气不意的这一脚直接把头金男踢飞了 任牙用同样的招数打倒了对方找回城 不料此人自带反假属性 双方交手的一瞬间就把任牙的小腿划破了 静脉的出血量又大又平稳 如果任牙不能在五分钟内结束战斗 那他一定会被自己的伤势拖垮 头金男顺势将匕首扔向任牙 随后又掏出一把石金高狠狠劈下 他的坚硬程度远超普通武器 轻轻松松就能将匕首斩断 在头金男的猛烈攻势下 任牙占不到半点便宜 四处躲闪的话伤不到对方一丝一毫 正面出击还会被对方的石金刀砍伤 头金男的反假属性真是太乱想 于是任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舍身一拳像是要拼命的样子 先骗头金男丢一个大招 然后拳头轮到半空后突然泄力 头金男什么都没砍到 任牙抓住机会重拳出击当场KO对手 事后头金男就像萝卜一样被中在地上 大战获胜之后任牙也跟着飘了 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偷骂敌方 而这一招也非常有效 不多是一位气不过的大汉露头了 可是对方的强悍程度远超任牙的想象 自己的双脚全力一登进完全撼动不了对方 而壮汉只是抽了一击鞭腿过来就把任牙踢迷活 紧接着他又在任牙脑门上捕了一拳 此人下手毫不留情 抓着任牙的脑袋硬生生将其按进水底 一直等到任牙扑通不动了为止 看起来任牙死得很惨 但这只是他的装死战术罢了 上岸后立即对壮汉进行锁头处理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就这样任牙解决掉了第二个敌人 并从两个大汉口中得知了战场之王凯亚的存在 凯亚和勇次郎是一个级别的强者 而且他还是几人的指挥官 两个壮汉认为任牙不是凯亚的对手 甚至还建议任牙早点逃走 年轻气盛的任牙怎么经得起这样的羞辱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任牙迅速找到正在怒放生命的光头 然后一脚将其制服带到两个大汉身边 眼看已经解决了三个对手 任牙索性在原地守住待兔等着其他两人出现 过了整整一个晚上 草丛里终于有动静了 一只大黑熊直挺挺地倒在任牙面前 下一秒被新男从黑熊肚子里跳了出来 这血腥的一幕属实是把任牙吓得不轻 甚至还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任牙冲到被新男面前疯狂输出发泄自己的怒气 男人弹出关节上的利刃逼退了任牙 随后摆出了战斗姿态 与此同时 任牙身后突然出现一人 他用细密的钢丝死死围住任牙的脖子 这种窒息的感觉体验过一次就够了 任牙拼死用藏在腿上的石巾刀割断钢丝 紧接着一脚踹飞了对方的匕首 打斗中男人脸上的面具不小心被划破 见状他干脆撕下了自己的伪装 两人是最默契的亲兄弟 所以他们配合起来战斗力也会成倍增加 可是今天他们遇到的是怒气之点满的任牙 虽然钢丝绳是一件非常全面的武器 它能集合攻击和束缚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可惜在近身状态下弊端太过明显 任牙巧用对方的钢丝将两人牢牢束缚 随后一个被摔便完成了绝地反杀 但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 一旁的光头哥却突然抽出起来 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要出现了 万里挑一的双重人格有多恐怖 眼前的光头原本是队伍里最弱的那个 可当他体内的第二人格即将出现时 同伴们的脸上却齐刷刷露出了惊恐的眼神 罗布坑或许能困住普通士兵 但对超级军人王来说却是小菜一年 没错 光头的第二人格就是凯亚 那位传说中门和勇次郎平起平坐的战场之王 此时任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快步上前飞身一脚主动发起进攻 而凯亚只是一仰头就轻松躲了过去 接下来的战况更是离了大宝 任牙出手的每一拳仿佛都被提前预判 凯亚左右躲闪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只见他一拳轰出就让任牙倒飞出去 野村和凯亚共用一具身体 而他们的战力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 究其原因是因为荷尔蒙的恐怖力量 凯亚可以随意控制他的分泌量 随时随地突破人类的肉身际限 荷尔蒙的功效和脑飞相差无几 可惜现在的任牙还不能完全掌握脑飞 巅峰状态下的凯亚拥有超乎常人的直觉 他能看清对手的每一个动作 面对任牙的偷袭 他可以准确无误地掐住对方的脖子 然后随手一丢把人抛到对岸去 做完这个动作后凯亚自动后退几步 接下来他要展示人类身体技能的极限 经过短暂的助跑凯亚朝着任牙飞奔而来 越过这条10米宽的小河跳到了对岸 可是凯亚的力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右手一窝对着任牙中拳出击 只听见砰的一声 一棵百年古树被当场干爆 就凭凯亚目前的体力来说 世界上任何一项运动记录都足以再次刷新 对方战斗力已经强的爆表了 但是头铁的任牙还是要上去硬钢 结果就是被凯亚一拳打懵了 然后身体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撞击地面 凯亚这一砸等于把任牙从7楼推到楼底 任牙摔倒在地上丧失了战斗力 可是凯亚并不打算放过他 用同样的招数再一次把任牙砸到河里 光是水面的张力就足够让任牙喝一火 怎料凯亚还不忘拉踩一脚把任牙踹到河里 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后面等着收拾就行了 凯亚准备带着兄弟们先行撤退 却没想到关键时刻任牙的脑飞被彻底激活 不愧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后代 凯亚再次转身发现任牙已经浮出水面 在脑飞的加持下 现在的任牙感觉自己丝毫不落于凯亚 于是他立马向对方发起猛烈攻势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即使自己是在觉醒状态下 凯亚还是能轻松躲过攻击 凯亚的这一句话给任牙弹懵了 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拒不服从掉钱 难道是因为过度的锻炼给身体增加了伤势吗 其实这和任牙的锻炼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因为凯亚有一个额外的觉醒天赋 那就是预测敌人攻击的能力 简单来说可以看作毒心术 听到这话任牙当场就贵了 又是体质增幅又是毒心术这简直无解啊 凯亚看着任牙垂头丧气的样子 一边说要帮他解放身体 另一边转身就是一脚抱船 凯亚的一通暴力输出全部招呼到任牙身上 在这样密集的攻势下任牙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他选择了后发制人的佛系方法 没想到随缘的一脚居然成功命中 原来对付凯亚的毒心术就得用江湖王八拳 此时无招胜有招 凯亚完全预判不到任牙的下一步 任牙终于得到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一记边腿打得凯亚重心不稳 随后快速用双手抓住对方的脑袋 夺命头锤重重地砸在凯亚的脑门上 凯亚痛得下意识大叫出声 而他边上的同伴则是一脸如灵大敌的样子 难道他要使出那一招吗 只见凯亚的胸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紧接着波形声望一圈又一圈地扩散出去 在震耳欲聋的高分贝音量和共振的声波下 很快任牙就被震晕了 凯亚缓缓走到任牙身后用出脚紧 这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任牙只能用力打自己的脸防止昏迷 最后他竟然成功用头锤正拖出来 对此凯亚感到难以置信 下一秒他徒手捏出一发水弹砸在任牙脸上 偷袭虽然无耻但却非常管用 战场之王的奥义在于不择手段地完成击杀 哪怕是一根小小的树枝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凯亚跳上大树用藤腕勒住任牙的脖子 这是凯亚的专用战斗术 吊人 为了加快对手窒息昏厥的速度 凯亚不惜跳到任牙身上再次使出脚紧 殊不知这波操作最后坑了自己 任牙反摇凯亚一口成功脱鞋 他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桥 在凯亚的魔力下任牙越挫越勇 从打不中到正面对轰压着对方暴打 任牙只花了短短五分钟 而另一边的凯亚已经精疲力竭跪倒在地 最终任牙用双手封住了凯亚的颈动脉 成功让对方彻底失去意识 到了黄昏时分 凯亚这才从昏迷中醒来 为了今晚的一场恶战 江珠特意穿上了清凉套装 谁知勇次郎竟然不解风情 不仅把老婆孤零零的晾在一边 甚至还叫他滚出房间 勇次郎之所以会这么做 全都是因为任牙的缘故 不久前史崔灯从北海道赶回首都东京 到战后的第一步就是灯门拜访勇次郎 然后亲自汇报任牙击败凯亚的事情 勇次郎坐在沙发上表情一脸不屑 在他眼里凯亚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他的实力可是能撼动国家政权的存在 为了向史崔灯证明自己 勇次郎拨通了一个电话 政府收到消息后立马召集军队回访 一群武装卫士守在大厦门口 等待勇次郎的到来 时间刚好过去一个小时 勇次郎准时出现在警卫身后 大队长看到红发恶魔的出现当场吓了一跳 本着大事话小的原则 他还想劝勇次郎早点离开 不料下一秒勇次郎突然身体后摇 还没出手就让队长摔晕了过去 随后一群警卫冲上来围攻勇次郎 而他们怎么会是地表最强生物的对手 简简单单的一个乌鸦坐飞机 就让他们全部趴下 于是军方迅速派出更多人马 一百个警卫把勇次郎团团围住 指挥官奉劝勇次郎早点投降 殊不知对方是故意拖延时间 警卫不到一百人勇次郎都不好意思动手 下一秒勇次郎摊开双手扑向警卫 仅凭一人之力硬刚一百人的推理 就在众人以为勇次郎要大展拳脚之时 只见他纵身一跃便跳到了指挥官头上 然后一路飞奔跑进政府大门 走廊里的贴身保镖还没来得及开枪 勇次郎双手一掐把他们通通放倒 随着大门砰的一声碎成两半 勇次郎已经顺利来到总理面前 或许这个老头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但在勇次郎面前他根本不敢放半个屁 只要勇次郎对他有杀心 那他就活不过半秒钟 最后勇次郎只是简单地示威一下 一脚踏破八百斤重的石木半公桌 然后从窗户一跃而下从容撤离 总理靠在椅子上惊魂未定 仿佛自己已经死过一次 很快最新情报就传到了江珠耳中 他听到勇次郎的英勇事迹当场乐开老花 而另一边利古川则有些犹豫 不知道勇次郎是否会因此被逮捕入狱 其实他根本不用考虑这些 因为比起勇次郎的示威 上面的人更害怕地表最强生物的事情被媒体公开 此事过后就是等待已久的贩马父子之战 江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个场面 与此同时 任牙正在向一名剑客求角 黑川先生展示出的居合道让任牙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他对于任牙的挑战则是不屑一步 没办法任牙只好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浓郁的斗气几乎引起了空间波动 年仅13岁就领悟了气场的力量 或许这个少年的确值得一战 紧接着黑川先生拔刀出手 在他挥刀的一瞬间 眼前的任牙却突然消失了 下一秒 任牙的大脚就踹到了他的脸上 黑川先生当场昏迷 少年任牙战胜了居合道剑客 而另一边勇次郎找到了曾经的老朋友 这把400斤重的弓武枪威力不输巴雷特 比他配套的弓箭更是超合金特制产品 威力能够一箭射穿路头 越是危险的武器越是让勇次郎兴奋 勇次郎立即请求对方用弓箭朝自己射击 随后金本拉弓搭箭开始校准目标 勇次郎就站在面前任由他攻击 弓箭发出的一瞬间没有看到任何血腥的场面 只见勇次郎一步上前稳稳抓住箭头 金本不禁瞪大了双眼 弓弩刚出手的动力有多强只有他知道 勇次郎竟然能瞬间抓住 这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勇次郎的归来让江珠非常激动 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礼物送给他 就在当天晚上 这对老夫老妻相约在五星级大酒店 江珠含情默默地看着勇次郎 在他看来今晚注定是一场刺激的狂欢 谁知勇次郎竟然粗暴地将他推开 勇次郎对江珠不感兴趣 他更关心任牙的成长状况 江珠落寞地走出酒店 看到任牙的出现后 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爆的儿子 因为任牙还不够强 所以勇次郎才对自己没兴趣 江珠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任牙身上 他对勇次郎的爱远超对任牙的爱 从小没爹疼没娘爱的任牙快要崩溃了 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还手 反而鼓起勇气抱住了对方 但凡母亲多爱自己一点点都可以啊 可是任牙显然想多了 江珠直接一口咬在了任牙手上 然后逃离了儿子的怀抱 备受打击的任牙独自离开 走在大街上像是丢了魂一样 眼前有几个小混混找查 面对他们的拳打脚踢任牙甚至不想还手 或许只有身体上的疼痛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 好在关键时刻花山勋出面解围 任牙这才摆脱了干大的劲动 一路兜兜转转 没想到花山勋才是最后的真爱啊 勇次郎一拳暴力镇压后 岛国九级大地震突然停止了 仅凭一人之力阻止了一场浩劫 如果任牙能提前得知勇次郎的真实战争 他还会参加这场父子大战吗 画面回到任牙的备战基地 花山勋看着颓废的任牙一脸无奈 谁能想到江珠和任牙之间 竟然没有半点母子之情 江珠不仅对任牙又打又骂 情急之下甚至还咬人 任牙向花山勋吐露心声 没成想对方竟说自己很羡慕任牙 难不成是过来找茬的吗 花山的回应器的任牙瞬间爆起 经过一番解释他才知道 原来花山勋的母亲35岁就得了癌症 身体虚弱不堪 苍老的样子像是90岁的老太太 花山勋想被母亲打都没有机会 双方的遭遇竟是如此相似 只有同病相怜才能真正等对方 花山勋陪着任牙坐了一晚上 他坚信任牙一定会在父子大战中获得胜利 为了应对晚上的一场恶战 任牙一大早就开始热身训练 通过持续的运动让身体机能保持巅峰状态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三个小时 在一旁监督的史崔登都觉得没有必要 忍不住劝说任牙早点停下 但是任牙怎么会听他的 这可是唯一能缓解焦虑的办法 与此同时 利谷川把情况实时汇报给任牙母亲 眼前的江珠可以算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勇次郎的人 在他看来任牙没有任何胜算 勇次郎的强大早已超出了人类的极限 哪怕自己帮任牙特训了13年 任牙也绝对不会是勇次郎的对手 不久后任牙找的陪练到达现场 在北泽的精心挑选下 眼前的壮汉每一个都是打架能手 号称一个能顶20分 任牙也是高兴坏了 连忙拿出护具叫陪练带上 听到这话后不知真相的平头歌当场发飙 小小年纪不学好就爱乱装逼 但他不知道的是 身后一只大手已经悄悄按在了他头上 花山勋看到有人对任牙大吼大叫 忍不住想出手制裁对方 就在这时拳王优利也赶到现场 躺在地上的平头歌一脸猛逼 打架专家花山勋和拳王优利一起过来当陪练 这小毛还到底是何方神圣 两大高手一相见就是针尖对麦芒的架势 一番唇枪舌战之后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那就先由优利来陪任牙训练 而在另一边酒店的天台上 即将爆发一场世纪大战 超级军人王对阵地表最强生物 凯亚主动来挑战永次郎 表面上看他是想争夺地表最强的称号 实际上他是在削弱永次郎的战力案中帮助任牙 双方的斗气浓郁到扭曲时空 下一秒凯亚发起冲锋 天台上只剩下双方打斗的声音 画面回到任牙这边 拳王优利摆好架势准备迎战 他打出的每一拳都自带残影 偏偏任牙都能巧妙应对 导致优利一拳都没有打中 殊不知拳王私下也学习了接头打架的技术 先是一脚踢在任牙的关节上 然后迅速补上一招左勾拳 眼看铁拳已经砸在了对方的脸上 可优利却感觉这一拳软绵绵的啥也没打中 而任牙的确也没受任何影响 在优利出拳的一瞬间 任牙顺着施力方向迅速转动紧步 刚才那一拳只是擦着他的脸颊滑了过去 肖利的技法真是太神奇了 下一秒任牙跳到优利身后 一个爆摔就把拳王当场贴有 优利怎么也想不到 上个月还被自己一拳打晕的任牙 到现在他已经不是对手了 眼看优利已经败下阵来 花山勋摘掉眼镜准备亲自上场 沙包大的拳头对着任牙扑了上来 任牙下意识侧身躲闪 身后的铁丝网都被撞碎了一片 躲闪并不是他的本意 其实任牙是想用身体应接的 花山勋表示我来满足你 随后一拳冲击波打在任牙的腹部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任牙会被当场打爆时 任牙邪魅一笑展开反击 只听见搜的一声花山勋的肉身反被击飞 谁能想到两大强者竟然都不是任牙的对手 于是他们只好一起上阵和任牙对打 就这样三个人的热身赛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 令人震惊的是 战斗的过程中任牙都在负重作战 打到结束才把40斤重的沙包带卸了下来 此时距离父子大战只剩下最后的10分钟 熟悉任牙的亲朋好友全都来为他加油助阵 就在这时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 怎料第一个从上面跳下来的人竟是凯亚 浑身伤势全败永次郎所赐 而他也选择了向对方臣服 永次郎对着任牙咧嘴一笑 这一笑既是示威也是挑衅 紧接着江珠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没有丝毫意外他站在了永次郎那边 哪怕是母子之情也比不上他对永次郎的爱 任牙一路之下吹响冲锋的号角 但他还没来得及赶到永次郎面前 脚下却突然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一场大地震说来就来 永次郎不能容忍他的战斗受到外界影响 于是一击中拳打在地表上 冲击波一路传到地底深处 不多时草地上恢复了平静 永次郎的气势几乎完全凌驾于任牙之上 扭转气场的唯一办法就是打败父亲 任牙一跃而起打向永次郎的面门 然后按着他的脑袋疯狂输出 一套流程以闪电般的速度 衔接到大杀招脚紧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任牙赢定了 可在江珠眼里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画面 范马一家全员暴走 今晚永次郎开启杀神模式 一阵砍瓜切菜无人能挡 局势已经脱离控制 江珠挺身而出试图阻止永次郎 而他也将付出血一般的代价 此时的任牙已经跳到永次郎背上形成脚颈之姿 浑身肌肉爆发死死勒住永次郎的脖子 可是父亲大人还是一脸气定神仙 好像不受任何影响 只见他扭转腰部随意一甩 原本牢牢粘在身上的任牙竟直接飞了出去 永次郎破解脚颈的办法及具想象力 即使如此任牙也没有轻易放弃 双脚借力一灯杀回来反打永次郎 只见永次郎的老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任牙的一套连招无比凶狠 谁知效果却像刮沙一样 在永次郎的逼迫下任牙动用了最后的底牌 脑飞一开进入极限状态 力量和速度提升到原来的四倍 这波攻势如果打在其他舞者身上 那人势必要伤筋动骨躺个百八十天 可惜永次郎完全不吃这套 向前一步直接无视任牙的攻击 任牙的暴力众人早就有目共睹 但是永次郎的强大更是令人大受震撼 站着不动任由对方打还能毫发无伤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永次郎其实是在享受这种快感 他能感受到任牙得到了全方位的成长 几年前儿子还不敢靠近自己 而现在他敢跟自己正面用钢 这一切都离不开江珠和那些五指的教导 任牙打得越凶猛 永次郎就越兴奋 江珠看着永次郎一脸酸爽的表情 忍不住流下热泪 江珠一声令下任牙立即就位 只要能让母亲开心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任牙在空中闪转藤螺使出大力金刚指 不料他的指尖还没戳中目标 下一瞬间永次郎一脚中塔将他斩落马下 看着力道绝对没有丝毫收手 任牙白眼一番顿时陷入昏迷状态 就像是回到了妈妈的肚子里一样 任牙想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 但一想到永次郎争鸣的表情 他就瞬间惊醒 两脚一灯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 虽然任牙只昏迷了两秒钟的时间 但对一流的强者来说 这段时间足以让任牙死两次 任牙漠不作声只管摆好格斗架势 虽然是闭着眼睛的状态 但他还是能感知到永次郎的动作 只见永次郎的手刀嗖的一声劈到任牙头上 萧莉在这一瞬间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牙一个后空翻躲过永次郎的重击 紧接着他的脚跟也砸到了永次郎头上 关键时刻父子两人的应对招式简直如出一辙 永次郎用同样的萧莉躲过了这一脚 面对父亲的下批 任牙躲闪不及痛斥一击 在场众人扪心自问自己绝对躲不过任牙的攻击 可是永次郎不仅能做到躲闪 甚至还能临危不乱地反打一套 任牙倒地不起宛如一个死人 就算如此永次郎也没打算放过儿子 闷起铁拳一下又一下地砸了下去 看着永次郎兴奋的样子江珠非常高兴 好像自己13年的心血又有了价值 江珠一步步走到永次郎面前 他无意间发现任牙的脸都被打扁了 瞳孔涣散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江珠突然想起了自己和儿子的点点滴滴 任牙对他是多么的包容 但他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有的责任 在这一刻江珠的母爱被彻底激发 一拳打在永次郎脸上试图制止对方的行为 而他一见女流又怎么对付得了永次郎呢 这一拳打在对方的脑门上 结果自己的手腕当场骨折 不死心的江珠想扇永次郎一个巴掌 但永次郎只是轻轻一撇 他的右手也跟着折断 暴怒之下江珠将一口老弹吐在永次郎脸上 紧接着又对他用出了段子绝孙筒 但江珠不知道的是 永次郎有着金刚不坏的命根 他反手一招双风惯耳当场打蒙了江珠 面对貌美如花的老婆永次郎真是豁得出去 下一秒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江珠狠狠地咬了永次郎一口 这时永次郎却笑了出来 江珠的脊椎当场断成两劫 永次郎双手指添以示威严 谁敢打扰他的战斗最后只会是这样的下场 众人面面相去吓得说不出话来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家暴现场 只有利古川趴在地上流下傲悔的眼泪 他应该早点阻止这场父子大战的 这时有一名警官看不下去站出来说话 可永次郎怎么会听他瞎逼一笔 反手一拳把他打飞十米人 总理都不敢管的人你还敢在这里瞎起祸 这下围观的众人更不敢说话 但他们也难逃被暴打一顿的命运 每个人都尝到了铁拳打晕的滋味 永次郎打穿全场乘坐直升机从容离开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 江珠将亏欠的母爱如数奉还 他抱着任牙唱起了童谣 一直唱到自己死去为止 这一觉任牙睡得非常踏实 他已经好久没有体会过母爱的温暖了 第二天早上任牙背着母亲走在大街上 两人有说有笑好像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直到一位路人撞掉了任牙手上的戒指 任牙这才在幻想中清醒过来 任牙拿着母亲的遗物走出大街 最后在一片草坪上埋葬了母亲的戒指 希望他在美丽的天堂上能够无忧无虑吧 至此第一次父子大战落下为母 任牙和利古川先生定下了两年之约 等到自己王者归来之时 他一定会让永次郎付出代价 任牙对着其他舞者下跪磕头 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变得更强 只要能替母亲报仇 似乎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 自从离开东京以后 任牙一路辗转抵达米国西部 沿着大公路一直走了两年 每遇到一个道馆都要上前挑战 可惜身材高大的米国人全都不是对手 在任牙手上他们甚至撑不到第二回合 令任牙感到奇怪的是 米国的强者似乎集体失踪了 他们好像约好了要去参加一场巴西挑战赛 任牙在路边意外遇到了一只流浪狗 看他脸上的伤势就知道这狗不简单 于是他们结巴而行继续扫荡米国 道馆踢完了就打街头混混 任牙一路横推毫无阻力 最后心满意足地搭乘飞机赶到巴西 他要找到那些真正强大的舞者进行战斗 而在巴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最强的舞者莫过于迪克森先生 此人参加700次战斗无一败己 豪华的住所内塞满了各种奖杯 任牙走进大厅拜会迪克森先生 在他看来迪克森一定是个恐无有力的绝世强者 而下一秒任牙却惊呆了下巴 谁能想到那位百战百胜的舞者竟然是个残废 他坐在轮椅上浑身是伤 常年累月的战斗给他带来了荣耀 但是也留下了不可避免的伤病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和任牙比试 于是迪克森给任牙另指了一条名路 那就是重返东京参加地下格斗场的战斗 那个地方汇聚着全世界的格斗精英 哪怕是迪克森这样的强者 站在那里也会被当成一个小孩子 说到悲愤之处不料迪克森突然上手 迪克森的愤怒让任牙感到无比兴奋 只见他单手一拉轻松解除迪克森的所候 变牙迫切的希望与强者比试提升战斗 地下格斗场将是一个绝佳的好地方 于是他二话不说直接跪了下去 事实证明这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与此同时 德川老爷子的家里正在进行一场密谈 作为东京城内的头号财阀 德川家族的产业遍及整个东京 爱好格斗的德川还专门搭建了一个地下格斗场 这就是大擂台的由来 诸兽给德川带来了重要情报 泛马任牙将会重新归来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儿子 他的战斗力有目共睹 13岁时就能打败拳王优利和花山勋 两年前还经历了一场跨世纪的父子大战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 任牙已经踏入世界一流舞者的水平 或许他的到来会让地下格斗场焕发生机 听到这个情报后德川的老脸都快笑了 但这个老狐狸还是想试探诸兽的实力 于是命令新来的轻微队队长秀明袭击诸兽 可诸兽还是感应到了对方的存在 在德川的劝说下局势没有继续恶化 诸兽脸色一变夸赞秀明气势不错 让他来做德川的轻微是个英明的选择 对面的秀明也非常清楚 诸兽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没想到诸兽刚走出德川的府邸 他就和任牙碰了个正着 眼前的任牙瞪个眼睛一脸凶响 就像别人欠了他几百万似的 识相的诸兽拍拍屁股直接走人 剩下的事情就不归我管了 秀明你自己看着办 只见任牙两脚一蹬翻上墙根 面子里的守卫发现一场立即上前拦截 几十个西装暴徒对付任牙一个人 怎料他们却占不到半点便宜 任牙只是随意地挥动自己的拳脚 那些守卫便当场昏迷 不多时任牙就打翻了一群人 此时七位队队长秀明才姗姗来迟 小喽啰打完了才能轮到自己上场 只一眼他就认出任牙的身份 这个小鬼大概率就是诸兽之前提到的范马任牙 作为地下格斗场排名前50的男人 他也想见识下范马任牙的实力 秀明的出招路数非常奇怪 先是模仿任牙摆出一模一样的作战姿态 此外他在接招时一直保持防守状态 只手不攻给任牙都打猛了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防守派的打法 但任牙不知道的是 秀明的话只说了一半 他最拿手的绝招是防守反击 在敌人进攻的空档突然回击 秀明这一拳本打算将任牙直接KO 但没有人告诉他五道界有效力的技巧 任牙顺着实力方向快速扭头 拳头擦着他的脸颊过去没有造成半点伤害 秀明不禁大吃一惊 任牙扛了他一拳还能起身说话 这少年真是了不得 随后二人展开了更加凶猛的对轰 无论秀明再怎么看他不爽 任牙还是会进入格斗场参加大赛 这件事谁也拦不住 秀明被嚣张的任牙气得牙痒痒 下一秒攻防转换 秀明举着铁拳一路猛攻 任牙学着对方的驾驶左右躲闪 顺便再用言语挑衅激怒对方 任牙瞅准时机抓住秀明的手臂跳到对方身上 然后顺势提膝顶住秀明的下巴 只听见咔嚓一声牙都踢碎了 紧接着任牙用十字固翻折秀明的手腕 在电光火石之间将其击败 随后他静止走到德川家门口跪下 一边向德川致歉一边要求加入格斗圣地 对于德川来说任牙的到来将会是一场双赢 守卫的伤势他并不在乎 而任牙就不一样了 单身多年的房东太太主动给任牙擦背 40岁风韵游存看起来只有30岁不到 在强壮的任牙身上 房东太太看到了王夫的影子 请不要低估任何一个青年小伙的战斗力 年轻的任牙能否顶住压力呢 此时距离任牙出走东京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这也是花山勋第五次替任牙祭奠母亲 她将一瓶红葡萄酒倒在石堆上 随后和手下一起打道回府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是五年来她离任牙兄弟最近的一次 仅仅是一辆电车经过的时间 花山勋就和任牙擦肩而过 任牙看着石堆边上的花瓶和小花 终于明白多年来花山勋的用心良苦 好兄弟不仅帮你两肋插道 甚至连扫墓的责任都替你分担 另一边的花山勋也在想着任牙的事情 据最新情报表示 任牙早已提前回国 并在一个地下竞技场打类 可惜没有人知道这个地下竞技场到底在哪 这天德川亲自来到神星会馆拜访独步 谁能想到导播头号财阀竟然会有如此乖张的一面 跳到独步身前熟练的要一个公主抱 一看两人亲密的举动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不简单 保镖看到这一幕也是惊掉了下巴 随后两位大佬对座谈起正事 自从任牙加入地下格斗场后 三年来通杀全场从无败己 观众的口味都被任牙养雕了 他们想看更精彩的对决 所以德川打上了克思的主意 如果独步的儿子能和永次郎的儿子大战一场 那么这场终极对决一定会有极高的热度 听到这话独步也求之不得 一听到永次郎的名字他就激动地发动 两人正说得尽兴 不料下一秒独步的手下急匆匆冲破大门 原来是加藤又来道馆捣乱了 他们一群人都拿对方没辙 独步只好亲自来会回加藤 可眼下这个情况是谁来了都不给面子 加藤当着独步的面暴打对手 不多时又有一名弟子倒在独步面前 而加藤这么做目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询问独步哪里还有更强的对手 听说有位不知名的地下战士百战百胜 此人究竟在哪里 没成想这个问题真是问对了地方 掌控整个地下竞技场的德川此刻就在现场 勇猛的加藤让德川眼前一亮 这种最能打的家伙就是他要找的人 独步表示加藤曾是道馆内的头号强者 听到这个答案德川变得更加激动 适度健身吸引异性 过度健身吸引同性 要当任牙还是当加藤大家心里应该有数 与此同时任牙还在房间里打拳 自从来到地下竞技场后 每天他不是在打类就是在打拳锻炼之中 偶尔有空就去上课学习 租来的房子用来养狗基本处于半闲置的状态 如果不是烧姜同学每天来喂狗粮 或许神拳五脏就要死在这里了 任牙前脚送走了俏皮的烧姜 后脚他的母亲来到自己身边 房东太太的丈夫曾在竞技场打拳一年早逝 原本他是拒绝让拳手继续在家里的 可是任牙的出现却让他莫名心安 这个家伙看起来就像个命运的狠人 家里还是需要一点羊羹之气的 另一边独步正在用山珍海味宴请加藤 可是加藤却一口都吃不下 除了打架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兴奋 眼看加藤马上就要拍拍屁股走人 独步终于坐不住了 加藤反手就把饭桌给掀了 一脸气定神闲以为独步还被压在桌子下面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对 一脚踢向独步的扑道 而独步却像没事人一样直接掐住加藤的脖子 两根手指抵在眼珠子前面示意对方不要乱动 电光火石之间二人已分高下 此时独步还不忘教训加藤 缩阳入腹是强者的必修客 地下竞技场里会这招的人有一大把 想去那里打架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因为地下竞技场没有战斗规则 把人打残甚至打死都是不用判刑的 没过多久独步带着加藤走向巨蛋体育场 这个圆顶体育场从外面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加藤不知道的是体育场之下才是别有洞天 德川老爷子在大门口等待着两人的到来 在他的接应下 一行人向地下进发 很快电梯来到地下二层 德川禁止走向对面的大门 这扇门的背后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加藤当场惊掉了下巴 他在东京生活了几十年 竟然完全不知道地下竞技场的存在 这里的比赛面向特定观众举行 他们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 所以地下擂台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 恰好今天就有一场比赛即将开打 王者任牙对阵号空手流传人浩昂生 全场激情澎湃迎接两位顶尖高手 为了今天这一战 任牙可是专门逃课赶过来的 众所周知榜上绷带后的任牙完全是另一个人 看着眼前桀骜不驯的浩昂生 任牙的铁拳都已经饥渴难耐了 这是西班牙一年一度的斗牛大会 几十头公牛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其他游客都是撒腿就跑 只有投铁的浩昂生迎面冲了上去 硬生生打爆所有公牛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斗牛大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浩昂生继承了号空手流的独门技法 纵横欧洲各大擂台毫无压力 因此他才选择来巨蛋地下竞技场寻找新的对手 眼前的任牙就是最好的人选 主持人在擂台边宣读竞技规则 对战双方不能携带任何武器上场 擂台之上生死由命 打赢没奖金 打残盖不负责 完成加冕 任牙表示求之不得你赶紧上吧 但事实上他们两个都非常谨慎 二人相互对峙观察对方的动作 一分钟过后任牙总算忍不住了 腾空越起踢出一记高扫筒 却不料浩昂生的手刀把自己护得严严实实 真正的战斗从此刻开始 浩昂生扑上来就是一个飞踢 蹭着任牙的耳朵过去好像没有伤害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耳朵流血了 这就是浩空手流的强大之处 用极致的速度达到空气切割的效果 任牙冷笑一声反手轰出一发直拳 下一秒浩昂生的身体倒飞出去砸在擂台边缘 趁此机会任牙迅速用吸击补刀 此刻浩昂生已经被打猛圈了 气势完全被任牙压制 人体触感的纱包带让任牙打得爽翻天 最后他蓄力一拳准备将对手绝杀 却不料这是浩昂生用出了一指缠 抓住机会刺来一声扎进了任牙的攻二头肌 而他的目标绝不是肌肉那么简单 刹内间浩昂生挑断了任牙的肌肉神经 右手可是任牙的惯用手 而现在他除了挂在身上起不到任何攻击作用 无奈之下任牙只好单手作战 废掉一只臂膀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原本可以轻轻松松挡住的攻击 现在只能用脸硬扛 局势瞬间扭转 浩昂生如猛虎扑时一般冲到任牙身前 刚才承受的攻击全都双倍反还 任牙像个死人一样瘫坐在地上 浩昂生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窝 怎料任牙这一脚直接把他踹醒了 如果这么容易就能将任牙击败 那也太过小看地下格斗场冠军的含金量了 虽然任牙的右手被斐 但是他的大腿比起手臂只会更加强壮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 任牙手脚并用和浩昂生缠斗在一起 二人旗鼓相当不分上下 胜利的天平重新拨到中间位置 随后他们再度拉开身位互相对峙 浩昂生化全围爪切换至战斗模式 浩空手流的核心在于对速度的掌握 他的力爪在速度的加持下就是最锋利的武器 浩昂生的指尖在任牙身边轻轻划过 下一秒任牙的手臂上就多了三道血痕 哪怕是任牙也不敢硬抗浩昂生的圆圆弯刀 只要对方一动他就开始左右躲闪 很快任牙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浩昂生在墙也绝对比不上永次郎的一半 虽然他的攻势很凶猛 但是招数却非常简单直接 任牙可以轻松躲过浩昂生的手刀 一系列小动作让浩昂生越打越气 没过多久他就露出破绽被任牙一拳击中 任牙终于找回了场子 浩昂生暴怒之下要跟任牙不死不休 于是他再次祭出扭断的大杀招 这一次一指缠扎在了任牙的脖子上 浩昂生准确无误地找到了任牙的视觉神经 随后轻轻一挑将其断开 下一瞬间任牙的右眼陷入黑暗之中 右边的一整块区域都看不见了 狡猾的浩昂生冲向了任牙的视觉死角 此时任牙对距离的判断力已经大大减弱 浩昂生从右侧方突然发动袭击 一波连环招式快把任牙打傻了 浩昂生即将绝杀犯马任牙 在扭断发动的一瞬间 觉醒的任牙牢牢牢抓住了浩昂生的手腕 千万不要尝试让任牙抓住关节 否则他的十字骨可以瞬间锁定圣局 浩昂生被压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 这时任牙还在劝说浩昂生早点认输免受皮肉之骨 投铁的浩昂生打死都不肯投降 就算任牙折断他的手臂也无所谓 任牙一气之下重拳出击 浩昂生白眼一番当场昏厥 德川老爷子激动地直接跳了起来 大声宣布任牙获胜 无败之王再次守累成功 事后任牙来到医务室进行治疗 好在任牙的肌肉神经保留完整 最后只需重新连接就能恢复正常 而在另一边的病床上浩昂生还在休养之中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浩昂手流居然会输 于是干脆把头转过去不看任牙 在观众的认知中任牙已经是无敌的存在 这使得任牙内心也有些得意起来 恰巧这是史崔登先生出现了 他把任牙狠狠地批停了一顿 对付一个浩昂生都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勇次郎可是地表最强生物 那你以后又该如何击败他呢 与此同时本部的道馆内也在进行一场多人挑战 四位格斗家一起围攻本部已葬 起初双方还是势均力敌 而本部只是略微出手就把四人同时震开 此刻他也感应到了门外的强者气息 听到这话任牙只好推门进入 今天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踢管 而是想找本部单独练习 虽然两人极有可能会在之后的地下竞技场对战 但这并不影响现在的练习 他们可以通过对打熟悉彼此 然后纠正自己存在的缺点 从蓬勃激发的斗气来看 布南发现本部已经接受了任牙的提议 任牙摆好架势准备迎战 不料今天这一战却让他大跌眼镜 任牙一次又一次地冲到本部身前 而对方劈头盖脸的一掌直接把他掀翻了 任牙还想用脚攻击 可是眨眼间他的招数又被破解了 本部对任牙很失望 在他看来勇次郎的儿子不该这么弱 另一边加藤来向德川发难 昨晚任牙和搞昂生的那一战看得他是热血沸腾 今天说什么他也要跟任牙比试一场 听到这话 作息上的其他舞者就不乐意了 想要挑战范马任牙的人简直多了句 每个人都渴望这次机会 就算是关系户也要按规矩来 自此德川府上吵翻了天 因为一个名额问题所有人都不愿意退让 传统派人多试众搞得德川老爷子都插不上话 这时诸寿走进房间力挺德川 地下竞技场就是一个纯粹的战斗之地 无规则竞技不需要讲传统道理 传统派要是想不明白可以早点滚蛋 诸寿这番话把大家全气疯了 最开心的还是德川老爷子 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对战 此时过后不甘心的加藤私下找诸寿挑战 作为岛国头号职业摔跤手 诸寿和加藤之间存在隐性竞争关系 如果加藤能够打败诸寿 那他就更有机会提前挑战人牙 眼看加藤的小算盘就要打响了 这时传统派的舞者进步上前悄悄包围两天 谁让这两个家伙今天要来找茬呢 揍的就是你俩 为首的壮汉痛骂诸寿多管闲事 殊不知他自己也惹上了麻烦 红衣小巨人一掌拍过来把他打飞三米远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传统派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此人就是德川指定的下一位挑战者斗鱼 哪怕是诸寿都要仰望的存在 每当夜色渐浓 地下竞技场就又是一片火热的景象 今晚日本摔角界的王者斗鱼挑战犯马任牙 任牙从小就是看斗鱼的比赛长大 第一次见到本尊清零任牙显得有些惊讶 任牙打死都想不到 偶像一出手就给他上了一课 趁着任牙转头没注意 斗鱼抬手就是一记手刀打在任牙头上 重击之后身体还在地上弹了好几下 摔角界太斗居然专门搞偷袭 任牙原本心中的偶像崇拜顿时他防了 现在他只想痛骂这个老灯臭不要脸 你知道什么叫做到心破碎吗 恰好任牙今天被偶像上了一课 战斗一开始斗鱼果断出手 直接跳过前期的试探狠狠暴打任牙 由于刚才的一拳太过凶猛 导致任牙现在满脑子江湖没反应过来 另一边斗鱼则是左右开弓打得不要太爽 猛逼的任牙当场跪了 就算是这样斗鱼也没打算放过对手 抓住任牙的红毛将其全力甩飞 随后他气势汹汹地走到任牙面前 抬起脚跟准备踩爆对手 任牙下意识地翻滚侥幸躲过了这一跤 但他却没躲过斗鱼的下一招 任牙的身体被猛地抛上天空 然后重重地砸在竞技场上 在任牙震惊的眼神中 斗鱼突然伸手抓住他的大骨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找到机会就是往死里干 经过新一轮摔打后任牙被再次甩飞 面对任何对手都会倾尽全力 这就是斗鱼能够称霸米国赛场的原因 回国之后他很少出现在观众眼前 但这并不意味着斗鱼变弱了 任牙扶着身体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眼前的斗鱼像是一座小山一样坚不可摧 任牙只能寄希望于打崩对手的面门 紧接着来到双方对轰的环节 任牙先是灵巧地避开斗鱼的攻势 等到拉近距离后出其不意地痛击对手 一切正如他所料 只要打中了第一拳就是掌握了主动拳 在任牙的快速反击下 斗鱼的老脸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暴击 任牙迫不及待要开大招了 就在任牙欢呼胜利之时 没想到身后的斗鱼竟然站了起来 反手一个托马斯回旋踢把任牙踹飞 昏迷的前一刻斗鱼觉醒了 因为战斗到底是他的终身信仰 在师父的葬礼上斗鱼对天发誓 作为一个职业摔脚手 他不会输在擂台上 更不会输给打架的舞者 暴走的斗鱼一拳打在任牙脸上 随后正是吹响了冲冲的号角 这时任牙已经无处可躲 他只能用肉身硬扛斗鱼的铁山靠 而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斗鱼当场冲昏 帅气的脸蛋遭到了无情践踏 斗鱼在一脚又一脚中发泄自己的愤怒 随后抓起任牙使出脚紧 这招基本已是必杀技 可是任牙的处理方式更是极具想象力 狠狠的一口咬在斗鱼手上 等到对方脱手后果断地咬破自己的舌头 一口老坛混着鲜血喷射到斗鱼的眼睛里 暴怒之下斗鱼的铁拳再也按捺不住 反手挥出一拳击飞这个小兔崽子 经过两轮交锋后双方回到同一气跑线 任牙转变思路开始攻击斗鱼的下体 殊不知这一脚给他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斗鱼30年的职业生涯留下了严重的关节损伤 偏偏这一脚让他就伤复发状态下滑 任牙抓住机会左右开弓疯狂输出 眼看着巨人就倒在了自己面前 任牙坐在斗鱼身上施展十字骨绝杀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果断地被摔将对手重重砸倒 可是斗鱼坚持要继续战斗 哪怕面对的将会是任牙的狂轰暗炸 50岁的斗鱼正在接受双重考验 一边是年轻拳手犯马任牙的殴打 另一边是机能下降的体质撞广 终于在任牙的绝杀脚面前 斗鱼看到了希望 只见他一把抓住任牙的大腿进一步控住对手全身 此时的任牙已经完全正脱不开了 斗鱼感到无比兴奋 接下来他将为观众展示真正的摔跤 斗鱼原地起跳就有三米的高度 再加上自身的体重压制 相当于好几吨的重量压在任牙身上 斗鱼走向远处向德川致影 感谢老爷子能给自己一次登顶地下竞技场的机会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任牙周围的蓬勃斗气引起了斗鱼的注意 红色的斗气汇聚成肉眼可见的气场 斗鱼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震战起来 在他的记忆中也只有师父做到凝聚斗气 没想到任牙年纪轻轻就到达了这种层面 虽然任牙的纯度比自己还高 但是斗鱼依旧没有任输的意思 而是冲向犯马任牙将其死死抱住 又是一次夺命暴衰 不过同样的招数任牙不会上当两次 空中突然加速让身体稳稳落下 而他的背后却传来清脆的一响 斗鱼先生的膝盖用力过猛遭受重创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用尽全力走到任牙面前 伤病对他造成了巨大影响 因此他挥出的每一击都显得又慢又无力 斗鱼的意识逐渐模糊 现在他只能靠着意志行动 对于这种伟大的格斗家 任牙会给出12分的劲力 随后他一脚踢在斗鱼的膝盖上 只有堂堂正正的击败才能让他停下休息 医生听到消息后迅速上前检查伤势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斗鱼的膝盖并没有被废掉 他只需休养三个月就能恢复如初 与此同时观众席上出现了一味不速之客 五年的时间让任牙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今天勇次郎将亲自检验儿子的战略 范马勇次郎王者归来 仅仅用一根手指头就能轻松击败地下竞技场的最强者 或许任牙死都不会想到 自己历史五年的锻炼是越练越回去的 曾经他还能跟勇次郎过几招 而现在他甚至撑不过一回合 勇次郎看着远处的德川表示自己也要参与地下竞技 老爷子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咱们这座小庙怎么容得吓你这尊大佛 好在有位好汉出来及时解围 独步走到勇次郎面前表示他要先打一场 自己脸上的两刀疤痕全是拜勇次郎所赐 独步必须一血前耻 勇次郎漠不作声抬脚就是一个下皮 紧随其后身边传来了眼镜框破碎的声音 只见独步的眉心亮出一个鲜红的血影 而另一边的勇次郎也不好受 在他出手的同时 独步使出了大杀招黑虎掏心 如果他再走进一步 或许勇次郎会命丧当场 仅仅是一轮试探的环节就已经无比精彩 独步点名道信要和勇次郎决斗 在德川老爷子的见证下 这场特别的赛事将在不久后如期开始 变牙苏醒过后得知独步找勇次郎约假 他的表情立马严肃起来 在他看来没有人会是勇次郎的对手 哪怕是杀虎王独步也不行 五年的时间里勇次郎同样在进步变强 他现在到达了成长期的阶段 杀伤本能越来越强烈 一天不打架就会浑身难受 与此同时勇次郎走进一家拳馆 进门后的第一步是把大门堵上 前后去路封死之后 直接找这里的拳击手干架 看着勇次郎的嚣张气焰众人感到非常不爽 坐镇拳馆的老大终于坐不住了 戴上手套准备好好教训这个红发大叔 虽然他的拳速飞快无比 但是勇次郎只用一招就将他彻底制服 最后拳馆内的大汉悉数倒闭 勇次郎打伤几十个人后才感到些许满足 这天是神星会的自由挑战日 任何觉得自己足够强的舞者都可以来挑战独步 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壮汉企图一战成名 而独步的任务则是告诉他们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几位挑战者轮番冲到独步面前 很可惜他们只是免费的人肉杀带吧 手上的一招一式全是破绽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便全都败下阵来 独步笑呵呵地走到任牙面前 提议让任牙陪他一起练练 但他还是小看了任牙的套路 小伙子趁其不被一脚踹向独步的下三路 看着对方嗷嗷乱叫的样子 任牙表示自己是为了独步馆长好 如果他连这样的攻击都抵挡不住 那么挑战勇次郎就等于自寻死 怎料下一秒独步咧嘴一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其实缩阳入腹的基本功他早就熟练于心 妄图剔断他的2D是不可能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接下来独步将会施展真正的空手道 每一次出手之前 他都会向任牙提前告知攻击目标 即使如此任牙还是做不到预判格党 只因独步出手的速度太快了 这些招式看似简单 而他却用了50年的时间来练习 大道质简所以无人能出其右 独步的强大让任牙非常迷惑 既然你这么强又为何会输给永次郎 听到这里独步就不得不提起往事 当年他正在和一群美女庆祝生日 没想到永次郎敲咪咪进来给他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永次郎之所以能将他打伤 一方面是因为背后偷袭导致自己没做准备 另一边是因为独步喝酒上头没反应过来 直男任牙表示这都不是借口 真正的舞者每时每刻都会处于战备状态 独步输了就是输了 讲规矩的舞者还在等待大战的那一天 而不讲武德的本部倚藏早就偷偷找上了永次郎 很不凑巧他也跟永次郎有仇 今天约在郊外干架就是要发挥自己公园战神的优势 本部的身手比起八年前已有不小的进步 永次郎表示非常欣慰 紧接着伸出拳头示意本部随便打 对于本部来说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下一秒瞬间抱起仕途勒断永次郎的手臂 可是两人的差距可不是一心半点 第二天下午任牙和烧江放学回家 本来这是二人相处的最好机会 不料偏偏这个时候加藤过来捣乱 排队跟任牙决斗不知道要排到猴年马月 于是加藤想的撕下来找任牙约假 原本这件事情也可以商量 可是加藤非要在烧江面前说地下竞技场的事情 任牙真是一刻都不想多打算 拉着烧江的手迅速逃离现场 当天晚上他就来到德川府上告状 没规矩的加藤就会乱来 恰好德川也有事情要跟任牙商量 在永次郎和独步大战的那一天 他准备同时给任牙约一场比赛 这个对手一定会让任牙非常满意 武道界有一位最像娘炮的真男人 光看脸蛋他比小鲜肉还嫩 但在宽大的衣服下面 隐藏起来的是锻炼到极致的肌肉 此人就是浩昂生的哥哥浩红叶 东京医院的首席外科专家 20岁的年纪主刀上百胎手术 再难做的手术也只要半个小时就能结束 不久后他将会跟任牙决斗一场 浩昂生一听到消息马上来劝哥哥 任牙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千万不要为他盲目涉嫌 但他不知道的是 红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用最科学的方式锻炼肉身 爆发力和柔韧性都到达了人类极限水平 按照这个强度他又能否击败武者 红叶刚抛出这个问题 没成想下一秒就有找茬的家伙送上门来 壮汉表示红叶就是个长得肌肉的人妖 今天他一定要把红叶打爆 在浩昂生的见证下红叶出手了 先是一个闪身躲开壮汉的铁拳 紧接着挥出生龙拳击飞对手 三百斤重的胖子顿十年了 红叶抱着大汉使出一手被摔终结战斗 眨眼间一个大块头就被扭杀了 一旁观战的浩昂生不禁反问自己 换做是他能做到这么快吗 另一边独步起了个大枣用冷水浇头 每次出去战斗前他都要做这样一番仪式 今年55岁的独步仍在当打之年 身体机能依旧保持巅峰状态 幸好赶上了这一次大战的机会 否则再过几年独步就不行了 出发前妻子为独步加油补尽 虽然他嘴上说着相信独步能赢 但是心里还是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危 或许这一区就再也回不来了 独步暗下决心 如果自己胜利归来一定要好好安慰妻子一番 相比于独步夫妻俩的你聋我聋 勇次郎对这场战斗显得毫不在意 临近开始时还在躺着睡觉 当天晚上大战正式打响 沙虎王和地表最强同时登上擂台 地下竞技场的规则他们都很熟悉 没等裁判宣布比赛开始两人就直接开干 独步纵身一跃向勇次郎发起进攻 一出手就是要命的脚紧 独步勒住勇次郎的脖子死不松手 没办法勇次郎只好用被摔的方式甩开独步 两人腾空五米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勇次郎使出肘击重创独步 不料对方却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随后起身就是一脚踢了过来 在被动防守之中 勇次郎硬抗独步一脚下皮 电光火石之间两大强者完成一轮交锋 独步拉开战斗距离摆好架势 虽然勇次郎确实是地表最强 但他也不是好惹的角色 在观众震惊的眼神中 场上的局面陡然发生变化 只见勇次郎闲停兴步地走向独步 淡定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杀影 勇次郎瞬间启动的速度比独步更快 手刀加摔跤的结合瞬间将独步击倒 遭到如此重创 独步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御殿手 琉球王朝的秘传奥义 把无谋和速度运用到极致击败对手 本不感叹勇次郎的技术真是太全面了 或许昨晚那一战勇次郎还在留守 眼看独步站起来还要再打 勇次郎张开领域一步步走到独步面前 两人的斗气在无声之中碰撞起来 此刻需要比拼的就是耐心程度 哪一方先在正气层中动手 那他就会处于下风位置 很明显勇次郎忍不住了 无意识地出招露出了致命破绽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独步出手猛打勇次郎的胸枪 煞时间勇次郎的胸前多了五个大洞 地表最强生物第一次跪下 而这并不是认输 勇次郎只是想喘口气而已 等他恢复之后便展现出了失望的攻势 连环拳犹如重炮一样击打在独步身上 除了被动防御独步同步出手做别的事 直到被打退之后独步开启三眼模式 这是印度空手道的传说技法 眼球快速转动以便抓住任何方位的移动 勇次郎的打出的每一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独步用最小的力气化解了勇次郎的攻势 看着独步的嚣张驾驶 勇次郎不经气的牙痒痒 与此同时后场区却出现了逆天的阴影 工作人员松伟先生竟然暴打贩马任牙 其实松伟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怪任牙今天太不专心了 不久后他将会和好红叶对战 而他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勇次郎和独步的战斗 道心不稳又该如何训练呢 松伟只能用一拳把任牙打醒 任牙终于看破了心中的执念 与其在后场区瞎猜结果 不如去擂台上看个究竟 随后任牙转战擂台区观看两人的大战 独步打死都想不到 就因为任牙的出现 导致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势突然一蹶不振 勇次郎看到任牙出现瞬间战力飙升 鬼背一开直接撑爆上衣 终极形态的勇次郎悄然登场 独步又将如何应对呢 鬼背一笑生死难料 没有人能在暴怒的勇次郎手上幸存 此时的独步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从这一刻起 他的小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 经过五年的战斗 勇次郎的实力更上一个台阶 每一次打架他都不使用武器 因为自己的肉身就是最强的武器 至此勇次郎完成了肉身成神 鬼背不是简单的肌肉变异 而是在长期战斗中积累的格斗者结晶 勇次郎纵身一跃使出一记飞踢 他的脚尖只是寡蹭了独步一下 鲜血就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勇次郎不等独步反应过来 随后一整套连招打在独步身上 铁拳如同雨点一样降落下来 任凭独步怎么防都没有 不多时他的眼前已经一片模糊 违背状态下的勇次郎根本就不是人 这一刻他的空手道失效了 独步喘着粗气调整状态 随后双手一挥比作手刀 这一记狠狠地刺向勇次郎的腰子 起料对方的速度竟比他快了一大截 一记双风惯而直击独步的耳朵 独步的耳膜被当场打破 随后白眼一番跪在勇次郎面前 此时胜负一见分晓 勇次郎转身准备离场 谁知身后的独步居然重新站了起来 独步浑身上下超过70处骨折 肩胛骨和肋骨全部折断 再加上脑出血耳膜破损 即便身受重伤独步还是要打 而他现在走出的每一步都非常吃缓 在勇次郎眼里独步慢得像乌龟一样 于是独步又吃了一招不灭之我 重击之下独步都快站不住 但他却做出了不懈的手势 为了彻底摆脱独步的纠缠 勇次郎终于开大路 这一拳勇次郎已经用尽全力 如同恶魔附身般的一击 绝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独步的胸前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凹险 奇怪的是他的身体仍旧屹立不斗 另一边勇次郎只管往内台外面走 裁判提醒勇次郎不要擅自离场 否则会被判定为放弃比赛 事实上勇次郎并没有弃绝 因为独步已经死了 他能保持住战力姿势全靠骨头硬撑 这一刻德川老爷子彻底崩溃 不多时独步被拉到了抢救时 德川一致千斤只为给独步买命 正所谓好即有一辈子 谁能想到此时最伤心的人竟是德川 大战过后独步的状态非常不好 电击治疗已经对他失去了效果 医生干脆跳到独步身上做心肺复苏 可惜监测仪器上没有发生半点变化 任牙靠在墙角快要破防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那么接近 三分钟过后医生也放弃了治疗 在他看来独步已经彻底没救了 就在这时红叶走进了抢救室 现在的情况或许只有他还能试一试 经过初步诊断后 红叶拿出银针扎进独步的死穴 这个穴位既能置人于死地 也能起到麻醉的效果 随后红叶将手掌伸进独步的腹腔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红叶的大手在独步的肚子里脚来脚去 谁能想到这种离谱的手法竟然真的有用 下一秒独步一口老血喷出恢复清醒 红叶让独步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了 独步总算保住了小命 此刻任牙还是一脸呆滞的样子 勇次郎的强大和独步的死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面对愣头愣脑的任牙 红叶好心提醒他做好准备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将在他们之间展开 红叶仅仅是站在那里 他的存在就给任牙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 甚至让任牙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胜利 但红叶真的是一个好医生吗 或许之前任牙还会这么觉得 直到这天晚上他遇到了一个残疾女孩 原来红叶医生一直都是无症上岗 因为手术效果超群所以大有名气 许多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来找红叶做手术 他们支付了大额手术费 最后病症也没有半点好转 病人只是红叶的实验品和研究样本 听到这话任牙当场怒了 这样的赤脚医生绝对不可饶恕 半小时后擂台战正式打响 红叶率先上台 他这一身剑子肉经过了最科学的锻炼 为了向观众展现自己的实验 红叶拿出一个热水袋用嘴硬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吹出半个人的大响 随后砰的一身热水袋直接炸开 而这还不算晚 红叶又拿出一个高密度橡胶轮胎 仅靠肉身之力将其拉成两段 放眼整个武道界 能做到这件事的人也没有几个 随着一身战鼓敲响决斗正式开始 任牙率先发动突袭 一拳将红叶干翻在地 然后扯着对方的脸皮把他砸到墙角 这一战任牙将会不死不休 假如专家没有医师资格证 你敢找他看病吗 对此犯马任牙将用双拳给出答案 红叶医生救人的同时也在坑人 收取大量的手术费却没把病人治好 导致一堆患者家破人亡 擂台上的这一脚是任牙替病人踹的 此刻红叶的脑瓜子嗡嗡的 怎么任牙一上来就活力全开 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一记上勾拳 红叶差点昏了过去 可是任牙的铁拳却没有停下的意思 对着红叶的脸蛋一番狂轰滥炸 眼看红叶就快不行了 任牙使出夺命肘击完成收尾工作 从始至终红叶一直是那个被动挨打的角色 此战堪称单方面的屠杀 不到200斤的任牙击败了接近300斤的红叶 任牙朝着观众席挥手视野 而他的眼神却始终落在轮椅女孩身上 从一开始他就想着为女孩报仇 所以身上就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裁判即将宣布最后的结果 就在这时红叶一个鲁鱼打挺站了起来 怪不得刚才的任牙像打了鸡血一样 原来他是想帮病人讨回公道 红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问题 正是有病人的付出才让他的技术变得更好 这对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好处 而且他的每一个手术都做成功了 病人没能恢复正常那是病人自己的问题 红叶的一番发言引起全场震怒 原本打算收手的任牙顿时又兴奋起来 无良医生真是非常欠揍啊 就在任牙摆出战斗姿态之时 红叶也做好了防守准备 所以任牙这一拳没能打出效果 反倒被红叶抓住破绽举了起来 失去先手优势的任牙神勇不复存在 在正面对抗的环节中惨遭对手一击暴投 红叶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体型优势 揪着任牙的脑袋一阵暴打 局势瞬间发生180度反转 红叶的铁拳在任牙脸上疯狂输出 打完一套后提细暴击任牙腹部 在场的观众看得一阵肉疼 所有人都觉得任牙完了 殊不知最懂任牙的还得是老父亲有次郎 又是一拳过后任牙呆呆地站在原地 红叶收手准备迎接胜利 奇料任牙竟然转身告诉他 那些拳头对他毫无效果 打在身上就像按摩一样 因为效力帮他去除了90%的伤害 剩下那点威力完全不痛不咬 红叶一气之下想要勒死任牙 谁知任牙只是轻轻一脚就把他踹翻了 红叶还是太过小瞧舞蹈了 地下竞技场的战斗并不是只堪力量 而是对舞者综合实力的平定 如果红叶还想打就请拿出点真本是吧 见此情形红叶也不能藏着掖着 压箱底的大招直接掏出来 一个瞬移跳到任牙背后 强健的攻二投机死死夹住任牙的脖子 这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脚紧 无论任牙怎么挣扎都逃脱不掉 而这仅仅是第一步 随后红叶一拳打在任牙的肝脏部位 痛得任牙快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解剖学的知识运用在格斗上究竟有多么恐怖 想要打昏对手就不能直打头部 下巴才是最好的位置 任牙的腮帮子重重地挨了一下 紧接着白眼一番瘫倒在地 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 或许任牙也会爬不起来 红叶表示非常欣慰 最后这一招原本是对付永次郎的 现在倒可以拿他儿子试一试 红叶一掌拍心打在任牙的胸口 体内的水分随之震荡起来 这一招隔山打牛直打心脏 受到重击之后任牙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时红叶把目光投向了远处的永次郎 打完儿子打老爹 红叶的计划非常周密 殊不知在观众的感召下任牙竟然醒不过来 轮椅女孩哀求任牙不要再打了 而他越是这么说任牙就越是要赢 如果连红叶这样的小角色都打不过 任牙又该如何挑战永次郎呢 由于体内的伤势太过严重 任牙表示自己只能再打一拳 如果红叶能够接住这招 那么胜利就属于他的 听到这话红叶迅速防守 举起双手挡在脸颊的位置 护住脑袋是头等大事 其他部位随便任牙打也不会出事 可惜红叶这么想还是太天真了 这一拳绝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红叶猛地吐出一口老血 然后像个死人一样倒在地上 固体术被刃牙发挥到了极致 出拳的瞬间把全身力量集中于拳头 这是集合了自身体重和力量的一拳 导致红叶的肠胃都被打穿了 剧烈的痛感使得红叶浑身抽搐 哪怕是六个大汗都压不住 红叶的伤势非常严重需要立即手术 不巧医院的血库很缺血 这时瘫痪的轮椅女孩站了起来 她愿意为红叶献血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原来红叶的手术是成功的 只是因为自己不敢忍痛走路 所以才会一直坐在轮椅上 至此无良医生事件终于翻案了 红叶趴在地上痛病快乐着 这一拳总算是没白矮 大战过后任牙再次来到了深山之中 像是五年前的自己来这里闭关修炼 而她的地表最强梦始终没有变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